第1611章 光恒记 岁月沧桑 大时代动荡 新纪元开启 天帝出力 四海轰鸣 诸天秩序神文浮现 映照各大世界 引发万族共鸣 这一刻 所有进化者都知道了 天帝归一 地座升起 将显照诸世间 轰隆 那股气息无比恐怖 牵引众生宏大愿力 皆引无尽道运 如星河垂挂 倾泻向两界战场中 所有人都能感受到 古清突破了先王的极巅界线 踏入到一个崭新的领域中 神威起伏 浩瀚若宇宙星海 无上秩序神恋 在他的毛孔中穿梭 在他的道骨上纠缠 在他的血肉中交织 在他的魂光中弥漫 在他的真灵印记中凝聚 他得到了 成为祖籍生物 十个多年 各大世界中 终于再次诞生了一个道祖籍强者 这不是上苍 而是在被污染的诸天中 输为不易 想出这种层次的生物太难了 大道有感 规则共振 一时间 诸天都在为他和鸣 都在为他应运而生 绽放锐光 释放祥和能量 可以看到 虚空中 天穷上一朵又一朵神圣精联绽放 地表更是涌动甘泉 诸天各地都在普照祥光 半空中落英缤纷 神圣花瓣飘舞 古青初登大卫 直接突破了 但是 他想得到更多 在这乱世中 在这天地都可能被轻浮的动荡年代 道祖籍生灵也会陨落 也可能会被无情打杀 唯有全面超脱 成为路径级生灵 才有可能真正的万劫不灭 那样 才算是可以横推天上地下的真天地 不然 千秋后 后世评价 他还是南逃伟第二次 一时间 他动用灌绝天上地下的大神通 显照真身 浮现于诸世界中 呈现在各族生灵的心间 虽然先王传下法旨 但是这么短的时间内 各族的凡人也不可能尽知所谓的天地 普通人更在意的是 柴米油盐酱醋茶 为生活所累 谁管你高高在上的究竟是谁 现在不一样了 古清想要更强 直接将心念显照人间 浮现在各大世界中 他现在成为了盗祖及生灵 的确有了这个实力 在各界中分化亿万心念 根本不成问题 这就恐怖了 当天地亲自分化心念 与众生沟通时 那将会搅动起何等浩瀚的伟力 轰隆 各界巨阵不止 大道报名 无数的规则呈现 贯穿古今时光长河 小心 过犹不及 狗黄喝道 无比的严肃 因为 他知道 这是无法想象的大因果 纵然身为天地身 也很难承接 举世所有人的念力 事实上 古清在第一时间 就意识到了不妥 他明白 自己想要的东西 超过了自身 所能承载的极限 咔嚓 他的头顶上方 那天地果位 所形成的造化光环 直接破碎了 噗 同一时刻 他的身体军裂 血流如柱 自身将崩 很快 他满身都是恐怖的伤口 连魂光都被割裂了 这种因果不可想象 承受多么大的造化 就要付出多么大的因果 众生无尽 每一个心中所想都不同 纵然至高无上的生灵 路径及生物 也不可能满足 每一个人心中 所想所吸迹 所以 古清遭解 各路先王头皮发麻 这是出大事件了 天地出力 叫崩灭 所有人都意识到 这装大造化 果然不是那么好承接的 伴着可怕祸患 枪 枪 枪 突然间 三声颤音发出 古清的身外 浮现三件兵器 静 剑 灯 三气轮转 斩断纠缠在他身上的 无穷院里 割裂了恐怖的因果线 将他隔绝在那里 众人吃惊 盗祖籍生物将崩 居然被三件兵器阻止了 令他保住了性命 老夫贪心了 当有此一劫 现已认清自我 古清长叹 他周身发光 机体愈合 魂光鼎盛起来 很快他就复原了 若非上仓路 晋级存在 刺下三件兵器的部分伪力 他便威仪 诸天恢复平静 不过各种祥和异象 并未消散 依旧在各地上演 毕竟多了一位盗祖籍生物 天地出力 一切都是新气象 黑暗笼罩人间 鬼异折服在位之处 血雨乱不断上演 轮回了一个又一个纪元 愿一切罪与恶 都在此世消弭不见 新纪元开启 祈祷光明长存 祥和永恒 这一纪元为光恒纪 古清站在一座祭坛上 向天祈祷 定下新纪元之号 光明与祥和恒久常在 这也是所有净化者所悉计的 但是 真能如此吗 呵 光恒纪 真是可笑啊 此一纪元在亿万载前 就已经被推算出 为灰色纪元 一切都早已注定 地平线尽头 传来冷冷的笑声 伴着大片的雾矮 充满了诡异与不祥 哄 下一刻 九道一身边的一位老兵 当即冲了出去 轰隆一声 一拳打爆长天 那里全面炸开了 大片的灰雾沸腾 有生灵凄厉的惨叫 那是一个老者 满身灰雾蒸腾 很快它不断军裂 而后炸开了 如此甚好 新纪元开启 当有诡异生灵祭起 九道一开口 许多人到面皮抽动 被那老兵轰杀的 居然是一位仙王 是有诡异源头而来的怪物 居然就这么 被那个缺腿老兵击杀 各族强者无不害然 进一步了解到了 经过那位的血洗里 过肉身的老兵 到底多么恐怖 几乎是同时间 楚风也动了 冲向另一个方位 大喊着 小灰灰 在那个方向 地平线尽头 有几个年轻的男女 都是不祥种族的后起之秀 注定要在这一纪元崛起 其中有一个灰发女子 正是自于小阴间 连着的抑郁 蜕变出来的生灵 曾将楚风折磨得死去活来 她算是禁谷以来 流落在外的种子 及年轻强者 甚至有人已经将她 称呼为灰雾公主 楚风就是冲着她而来 自感应她的气息后 她情绪激荡 呼吸急促 胸膛起伏剧烈 化成一道光 撕开长空 直接杀倒了 在灰发女子的身边 其他几位年轻男女 都不是繁俗之辈 皆是种子及小怪物 小灰灰 我曾捉了你一道分身 压制成狗娃 最终还是没忍住杀了 现在我找你清算来了 楚风寒声道 当年 在小阴间 她被灰色物质侵袭 实在太惨了 只要有机会 她自然要报仇 诡异与不祥生灵 又一次前来窥探 并未准备开战 奈何瘸腿老兵太猛 第一时间就干掉了一个先王 而楚风亦无比的狂野 看到灰雾公主后 站一爆棚 怒血之气透过头盖骨 直冲消汗 撕裂了天穷 哄 没什么可说 战斗直接爆发了 这几个年轻的怪物 没来得及逃走 碰 碰 碰 时间不是很长 五名年轻男女被格杀 或者化成黑血 或者化成银白之光 活着化成金色之叶 唯有灰雾公主逃的一命 被神秘生灵撕开空间就走 但是 她却留下了两条大长腿 看起来雪白晶莹 被楚风扛回来了 只是 在路上时 两条大长腿 就化成了灰色雾矮 被她牢牢地禁锢在手中 太凶残了 所有人看向楚风 都露出异样之色 这主打完上仓道子 就又开始 撕诡异生灵了 楚风回头看了一眼身后 哦 回去告诉你们 诡异源头的年轻怪物们 以后我将它们包园了 来一个我杀一个 来两个我杀一双 顺便问下 有没有不祥道子 有没有诡异天骄 都洗尽脖子等着我 说完这些话 她将禁锢在身边的 浓郁灰雾柔吧柔吧 直接就给炼化了 用体内的小磨盘 碾压成精粹物质 为她所用 这 变态啊 谁是不祥 谁是诡异 谁是怪物 我看这家伙更像 上仓的人还没有退走呢 他们的中清代 都有些受不了 忍不住开口 一时间 天下各地皆经 所有关注两届战场的 中清代进化者 莫不震撼莫名 楚风太厉害了 不愧是真 无敌 亚仙足印小小 欢天喜地 开心无比 今日一战 楚风自然是明动天下 各地都在传她的明 诸天各族一致认为 她已经横推古经中清代 毕竟 连上仓道子都压制不住她 但凡敢与她交手的 都被她掀翻了 风堕落先王族族常昆 何为堕王 风佛族名产古佛 为佛王 风衡族清玄老族 为横王 风雨族始祖为羽王 当日 天帝出力后 两届战场前 新帝古清大风天下 但凡有先王坐镇的强族 都有人被封为王 风 古清看向九道一 嘴唇动了又动 但却没发出声音 因为关于 这位与三位老兵来头太大了 曾经追随过真正的先帝 是那位 的清兵 他怎么敢封 九道一摆了摆手 道 不必考虑我 我不封王 已经好多年 众人 三位老兵自然也不需要 不愿登上这样的王座 接着 古清又看向狗皇 俯视两人 你难道还想将我的皇将为王 算了吧 狗皇摆了摆大爪子 直接拒绝了 纵然古清实力暴涨 成为道祖籍生灵 但是面对狗皇 也不敢摆天地的威势 因为狗皇 可是追随过真正无敌的三天地 封黎达为 黎黑王 当听到这种封号时 黎黑手的脸直接黑了 差点要竖起大旗造反 最终他克制了 道 黎王就行了 去掉黑字 黑字不好吗 通体漆黑的狗皇问他 黎达不想和他说话 父匪 就是因为你这狗东西 以黑为黄号 我才不愿当黑王 封四杰雀族谷祖为四杰王 封六尔弥猴族谷祖 为斗战弥猴王 听到这种封号后 与楚风站在一起的少年 六尔弥猴弥天抓耳挠腮 他们这一组隐居在狱外的老祖 竟被封了这样一个 以斗战为前缀的王 直到最后 古清看向中清代这里 道 封楚风为楚王 众人哗然 因为 早先所封的王都是实打实的先王 没有一个例外 直到这时 新帝古清 竟破利封楚王这个 还不是真仙的年轻强者为王 连楚风都是一呆 没有想到最后一个王位 落在他的身上 显然 这与他力压上苍珠道子有关 同时多半也是古清 看在九道一与三位老兵的面子上 强行给他安了一个王位 仔细想的话 后一个原因更靠谱 古清再向九道一时好 可是 楚风真不想要这种王位 在他看来没什么用 只会处在风口浪尖上 平白引来各种敌意 再说 他以后的进化道路 是要一路打上去的 何须他人来封王 九道一开口 皆不接受随你自己 不过有楚王这个王位 你尽可向新帝索要意图 无敌花粉等 我想 他肯定拿得出这些兴奋 保你一路向上进化 这倒是可以考虑 楚风琢磨其所能得到的各种好处 楚王好细腰 后宫多饿死 欧阳蛤蟆说着说着就唱了起来 结果喷的一声 被楚风一巴掌 将身体拍进了地下 我说是楚风 他封王了 投奔他去 楚风 最为年轻的王 他要开府的话 我第一个投靠过去 当日 天下侧目 无数人热议 事实上 新帝封王的当天 就有了另一个很大的举动 要扫平四方 做到真正的大一统 楚风当日率领数位大美人 也出征了 劳谷谷大海 弥天大醉 匆匆赶到两界战场的东大虎 加上欧阳大龙 事实上 故人接线 再次聚在了一起 老吕吕薄虎 以及少年大黑牛 也加入了进来 黄牛如今成为白麒麟 嚷嚷着 他也要成为大美人中的一员 还有我 还有我 周西西笑 相当感兴趣 要不 妖妖姐也加入 大黑牛乘一邀请 结果被直接拍飞 当日 号称十大美人 虽不满缘地组合上路了 来到了杨坚一处禁区外 这里将成为 楚王风王后的一次战斗考验之地 是你 竟敢出现在我面前 杨坚这个禁区中 第一时间有生灵出现了 并锁定了楚风 还有老谷 以及东大虎 你是谁 看到我为天下第一大美人嫉妒了吗 楚风淡定地开口 对面 那个女子美丽得有些不真实 风姿出众 飘逸若仙 不像是禁地中的凶残生物 反倒像是一位真仙子 哪怕生气也如此 他是那个大兄 老谷神色凝重 楚风还是没有想起来 然后看到老谷这死要脸的 居然真的在描人家胸部 我没开玩笑 也没不正经 是当初那个大兄 唇红齿白的老谷强调 楚风没搭理他 将他扒拉到一边去 道 大兄弟 你认识我 死到临头 还敢调侃我 那女子黑发如铺 眼神很凶 美丽的面孔上 写满了杀意 并道 在杀儿等之前 先将我的信物交出来 楚风一正 顿时也觉得此女眼熟 似曾相识 忍不住道 大兄弟 不女 你我曾有缘见过 气死我了 你们三个无耻之徒 当年偷到我之信物 现在还敢调戏我 显然 禁地中的女子动了真怒 杀气冲销 第1612章 故人又见故人 恍若曾相见 刹那回思 楚风醒悟过来 的确见到过这个女子 知道了她是谁 是你那个黑美人 她几乎是脱口而出 为家思索 这无疑让对面那个肤色白皙如玉 非常青春漂亮的女子 更加生气了 柳梅都竖了起来 其他美人成员 比如欧阳怪龙 也是很无语 这是什么话 诚心找消吧 果然 这个从禁区走出走的女子 一掌就打了过去 一击之下 掀气四溢 秩序交织满虚空中 赫然是混员中的绝顶人物 横自己的大能 这非常罕见 杨坚除却楚风外 中青带居然又出了这样一个生灵 不过 纵然为横自己大能 也难抵楚风 砰的一声 楚风抬手就挡住了 她拥有双道果 且力压上苍珠道子 现在中青带谁与相抗 你 女子大吃一惊 当初一别 这才过去多久 她居然不敌了 须之 当日 若非楚风与老骨 还有东大虎提前逃走 她伸伸手指 就能点死三人 大邪灵 东大虎后知后觉 颇有些虎头虎脑的样子 这才刚反应过来 虎哥 这妞是谁 脾气真不小 这都什么年头了 还敢对楚魔动手 该不会是与世隔绝 不知世间 已来到楚无敌的时代了吧 老驴的转世身 吕伯虎开口 秉性依旧如故 在拍马屁呢 现在的他手摇折扇 一副翩翩美少年的样子 与在小阴间时 刺着大板牙 直棱着一对长耳朵的样子 大相径庭 东大虎二话没说 直接对着他后脑勺 就来了一巴掌 将老驴打的原地 转了三圈 你这头不讲信用的老驴 当年说好了一块投胎 可他我被你骗得感动无比 舍弃虎身 据投胎为驴 结果你 转身就当柴子去了 我真想踹死你啊 东北虎边说边喘粗气 洛飞他与楚风 还有老骨 在海外的禁忌岛屿上 得到了血脉果 他现在还是一头驴呢 很艰难的 才退遍回一荒虎身 不怪我 当初我也是晕晕乎乎 有点糊涂了 没想到你真去转世为 最强圣兽了 滚你老爷的 圣兽个驴胎 众人都是无语 这是来平静区了 结果这俩货先窝里斗 自己人掐架起来了 大邪灵也是看得无言 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 一时间 他都有点摸不清状况 姑娘 咱们误会啊 楚风咳嗽了一声 开始与对面的女子对话 当初 他与老骨还有东大虎 前往通天瀑布撞击园 曾亲眼看到 大邪灵驾驭战车 从一界偷渡而来 不过 两界大道相冲 加上这个邪灵强闯 两界坚固的戒壁 遭遇了法则反噬 自身出了大问题 那一日 女子闯关成功后 顿入地脉中 结果很快就昏厥了 楚风与老骨 还有东大虎那个时候 实力都不高 纵然面对一个 晕死过去的邪灵 都打不动 可是 这三人是什么来路 本着咽过拔毛的精神 他们直接洗劫了大邪灵 口中嚷嚷着大凶之兆 下手时却不触 连战靴甚至袜子 都给扒走了 耳钉 簪子等更是没放过 甚至连战裙 都扯走了部分 当然 最珍贵的 还是大邪灵 刚才口中所说的信武 以黑暗母精 铸成的吊坠 误会什么 抢我信武 抱我战甲 对我品头论足 还说什么大凶之兆 大邪灵气到不行 轰的一声 再次杀来 然而 任他法则三千 妙术绝伦 依旧被楚风抵住 并且用一只手 就压制住了他 楚风的手掌发光 如同一面苍穹坠落 压在女子头顶上空 符文密密麻麻 秩序交织 让空间都炸裂了 全面塌陷 大邪灵 以双手支撑 身体都在颤抖 洁白的机体上 腾起大片的白雾 那是鲜光与汗水 共同征腾的结果 他着实震撼了 竟然如此 根本不敌这个少年 须知 他已经算是 同代中绝顶强者 不然的话 何以赶一个人 硬闯杨奸 并且 他现在已经调整好 自身的状态 适应了这个世界的规则 不是在虚弱期 正处在巅峰状态 楚风 你脱过人家姑娘的战裙 少女西质问 大眼瞟动 盯着楚风不放松 楚风听到后 顿时无比严肃 道 老谷拖的 他看到人家的战甲等结高 死活不肯走 结果结下了这段因果 我这是无往之灾 老谷听到后 直作牙花子 关他什么事 这不是成杯锅匣了吗 是这头不靠谱的老虎拖的 非要洗劫人家的战衣 太没品了 老谷也甩锅 将东大虎给推了出去 东大虎摸牙 这都怪在他头上 到底谁不靠谱啊 这是典型的 大鱼吃小鱼 小鱼吃虾米 然后 他一巴掌扇在了 吕伯虎的头上 道 都怪你 我警号百分号 老驴气得想骂你啊 你也太简单粗暴了 理由都懒得去想了 直接就推我身上 可是 当初我也没去啊 找谁瓶里去 老驴当初 忽悠东北虎 去转世为驴 现在看到他就心虚 一时间张口结舌 还真不好意思 直接反驳 然后 他就看到了 浑身迎灿灿的小麒麟 黄牛的转世身 老驴自牙道 我觉得 是不是该怪你啊 干什么 欺负人啊 大黑牛直接上前 他今世依旧为牛 而且是个王族 虽然还是一个少年 可已经比成年人还高 顶着粗大的鸡脚 戴着墨镜 叼着雪茄 还是当年在小鹰间时的习性 镇压 黄牛奶生奶气的开口 自己直接动手了 伸出一只麒麟臂 将老驴就给镇压了 看着这些人 少女夕扑上着大眼 热泪差点滑落 最后只轻轻地说了声 真好 当年 那可是生离死别 还以为那些人就此逝去 再也见不到了 今生能够重逢 再次聚在一起 他认为这是天性 是最大的福分 还是从前那群少年 一席间 仿佛又回到了小鹰间 同样的做派 一样的掐颗打混 充满欢声笑语 楚风也是一阵感慨 时隔多年 还能走到一起 这实在令人惊喜 也令人伤感 只是 有些人如昆仑的那些大妖 如武当老宗师 分别后 转世去 再也没有音讯 不知道此生是否还能密宗 还有他的父母 至今都在无影迹 珍惜眼前的人 楚风坚定信念 一定要变得更强 不允许悲剧再发生 可是 当他想到轮回 自然也又有了极许疑惑 轮回究竟是否为真 眼前的这些人 是记忆的载体 还是真的回来了 不惧多想 他不接受悲观 只求保住眼前的一切 显然 大邪灵不是楚风的对手 便也放弃了挣扎 楚风将黑金吊坠还给了他 让他露出喜色 减少了敌意 我来自堕落先王族 他道出身份 所谓的大邪灵 来自堕落先王所在的大事件 不久前 两届战场前 堕落先王族 着实展现出了恐怖的实力 况且 此次打开世界壁壘 贯通阳间的 就是他们这一族 真正的堕落先王出手 自然能轻易开启通道 不至于让后辈族人 遭遇阳间大道法则的反噬 这个禁区中 难道都是大邪灵 不 都是来自堕落先王族的偷渡客 楚风问道 是 这是堕落先王族 在阳间开辟的道场 大邪灵答道 他真名为流光 一直在闭关 刚才被惊动出来 流光 我们的族人来了 并已经归顺于新天地 你也不要有任何敌意了 与外面的几位小友 是有非敌 老怪物开口 楚风道 这样再好不过 感谢前辈理解 如今诸天大一统 一致对外才好 事实上 他赶来禁区 怎么可能没有准备 身上带着先王级的杀手锏 并不怕发生意外 总的来说 一切都很顺利 这个禁区中的老怪物名言 会听从调遣 他们会与堕落先王族取得联系 前辈 不知海外天先岛的人 是否也与堕落先王族有关 周西问道 是 那也是我们的族人 事实上 连亚仙族的祖上 都与我们有关 禁区中的老怪物开口 亚仙族就是硬小小所在的族群 不过 他们早已规划了 连进化路线 都与阳间一般无二 踏上了花粉路 楚风道 可否反请前辈 遣人去天仙岛 将情况说明 避免我等登岛时产生不必要的误会 可以 刘光你持有信间走上一趟 在楚风负责镇压的道桶上 除却这里 还有海外天仙岛 曾经的大邪灵 如今的仙子刘光 与楚风他们一起上路 快看 那是谁 楚魔 喊什么魔 你不想活了吧 那是我说 上苍稻子杀手 真正的治高种子 路上 有人看到楚风一行人后 无比吃惊 楚叔 是我呀 我魂光上刻着你的名 我要投奔你 有人追来 直接认清 楚说 你在哪里开府 到时候 我们会去投靠你 现在已经有成千上万的同道 准备上路了 楚风掩孕 这群人还真凑到一块了 当年在轮回路上的游戏之举 竟结出这样的果 前边就是人王墨家 欧阳大龙咬牙切齿 当年他与楚风 可是被这一族追杀惨了 确切地说是 是怪龙自己被追杀惨了 毕竟长时间为楚风背黑锅 轰隆 楚风一巴掌削了过去 直接将那座巍峨的府底大门给打磨了 将山门削平 他们之所以飞行赶路 没有利用场域横渡空间 就是想从这里路过 出口恶气 嗖嗖嗖 许多道身影 从人王墨家的府底中冲起 当看到是楚风后 脸色顿时变了 原来是楚王 一位老者开口 并很快就露出笑容 道 我等遵从天地法旨 时刻准备为人族而战 楚王 昔日有些误会 实在对不住 我们愿父亲请罪 还望你不要计较 高抬贵手 又一位墨家民宿开口 楚风无言 原本还想找个借口 时都墨家一顿呢 没有想到他们的姿态放得这么低 如今要一致对外 他若是在寻仇 找墨家麻烦 似乎有些过不去 你们好自为之 千万不要让我发现 你们与诡异勾搭 与不想有什么牵连 楚风说完 带着众人离去 欧阳怪龙很不乐意 他当初可是逃了很长时间呢 今天真想在这里来个清算 碧海无边 浪涛拍天 海外天仙岛到了 事情很顺利 哪怕地处海外 天仙族也早已在第一时间知道 两界战场发生了什么 况且 还有同族人流光仙子自今驱而来 为他们送来更确切的消息 因此 海外天仙岛的人表示归顺天地 愿一致对外 接待楚风 他们是圣玉仙 一个清理绝尘的女子 与楚风还有周西相谈愉快 此外 还有楚风的故人江洛神与夏千语 他们两人竟流落在海外天仙岛 这是小阴间的故人 楚风与他们关系复杂 昔日 他第一次的相亲对象 就是与夏千语 而那时江洛神陪着自己的好友 曾引发一系列 让人啼笑皆非的事 至今想来 恍若就在昨日 能够在阳间见到小阴间的两位故人 楚风也是有无尽的感慨 其实 这不是他第一次见到江洛神 上次在太上八卦庐境地中 熬练金身时 楚风竟就曾见到他 那时江洛神与圣玉仙站在一起 此刻 江洛神与夏千语都神色复杂 想到过往的一切 以及如今的遭遇 心绪难平 此外 他们两人也无比吃惊 早已得知了 楚风在阳间的经历 内心震撼无比 他们觉得 有些无法想象 小阴间的这位故人 竟可以在阳间搅动起无边风云 连上苍的道子都能横扫 一并镇压 同时 再想到他们原本生活在现代都市中 可是却意外遇到天地一变 走上进化的道路 更加地感叹命运无常 楚风 夏千语较为脆弱 直接冲了过来 抱住楚风的一条手臂 哭泣道 我想回家 你能送我回去吗 第1613章 慌 生命重来 时光岔路 楚风的手臂都被泪水打湿了 他也是百感交集 曾经的过往 昔日的生活 仿佛很遥远 又似近在眼前 一切都恍若一场梦境 太不真实了 他原本只是一个生活在地球的毕业生 怎么就走上了如今这样一条路 那个时候 他想的是毕业后工作的事 现在他面对的是血与乱 诡异与不祥 更有未知而不可想象的强大敌人 曾经 他亲自处理厨房中活着的食材的机会都不多 可是现在 他却动辄就要杀生灵 杀人 他伸出双手看了又看 又抬望眼 面向青天 一切如梦似幻 现代都市生活转世而去 丛林法则 残酷的血雨乱笼照天地 其实 这并不是他想要的生活 他也想回到过去 如果能够回去 我会怎么选择 或许不会踏上这样的路 楚风想到过去 一声轻叹 人生一路 谁无遗憾 父母的英容笑貌 一家人浓郁的亲情团聚等 似乎就在弱日 可是现在 都找不到了 如果生命可以重来 如果时光有岔路口 我想改变啊 当他说完这些话时 像是触动了什么 他隐约间听到了一个青年相近的话语 昔日重现 时光岔路 我想要找到你们 失去的 逝去的 全部回来 楚风毛骨悚然 这是谁 似乎就在耳畔 就在身边 就在心间 可是他却没有提前感应到对方 再看周围 少女夕 老谷 黄牛 江洛神等都无绝 没什么感应 就是抓住他一条手臂的下千语 也只是在哭 似乎根本没有听到什么 楚风目光一宁 他最终有所觉了 是原字体内的识惯吗 但是 在海外天仙岛 他不可能轻易取出来探寻 不要哭 有一天会回家的 楚风安慰下千语 这是他的第一个相亲对象 没有想到 多年后 却是在异世界如此重逢 什么时候 夏千语泪眼婆娑 还要等 但不会太久远 楚风告诉他 不是不想回 而是因为 地球现在有古怪 有个幕后的大黑手 估计现在的天地 都不见得能对付 小阴间还有地球 多少年以来都在重复 都在往复更迭与轮回 演绎相近的大环境 疑似有无法揣夺的存在在阳谷 西纪培养出那位 以及三天地般类似的人 不查清楚 这个志强生灵是谁 不解决这个问题 楚风不敢回去 不然的话 很有可能就会被盯上 他上一次借助轮回路 来了个惊蝉脱鞘 摆脱了那个诡异的局面 现在想一想 还真是后怕 因为 那个时候他还很弱小 很难引起高层次生灵的关注 现在有些不同了 一旦再入小阴间 很难说会发生什么 要多久 夏千鱼眼中带泪 却也充满了希望的光芒 纵然是将落神较为坚强 渐渐适应阳间进化者的生活 现在也露出憧憬的神色 游子漂泊欲外 如果可以 谁不愿回到家乡 很快 我会向新帝建言 楚风认真地告诉他们 海外天仙岛景色优美 灵山一座座 神铺垂卦 鲜物缭绕 穷楼玉语成片 宛若世外鲜香 此行顺利 楚风 周西 弥天 老谷等人在岛上略微驻足 在圣玉仙的陪同下 欣赏了此地美景 途中 天仙岛的高层 决顶真仙及老怪物来 单独与楚风会面 竟是要联姻 他很直接 将楚风拉到一边 说明来意 同时 他也很委婉 告诉楚风 可以在圣玉仙与江洛神中选 或者都选也无妨 楚风一阵头大 他是为平乱而来 结果没发生什么战斗 竟还要多上一两个道理 可是面对海外天仙岛 他真没有这方面的想法 他还没表态呢 有人先炸毛了 周西第一时间表态 沉着美丽的小脸 道 不劳费心 楚风的事 心地已经过问 早有安排 劳谷 怪龙等人斗无语 纵然为绝顶真仙 海外天仙岛的老怪物 看了又看 他与楚风 最后张了张嘴 也不好再抢逼 一行人就此匆匆上路 楚风逃也势地离开 一是怕被联姻 二是想尽快找个没人的地方 取出实惯 看个究竟 一定要来接我 尽快啊 夏千语在后面挥手 非常不舍 他思念家乡 想他的父母了 我还想回去拍电影吗 曾经的国民女神 今天的进化者江洛神 自己打去 苦涩一笑 他知道 纵然能够回去 恐怕一切也都不同了 闭波荡漾 海外的岛屿 星罗旗步 点缀汪洋中 偶尔有蛟龙冲起 腾云架雾 更有巨大的海怪翻腾 搅起冲天的大浪 不过 这些生灵看到楚风等人后 全都第一时间安静 潜入水底 不敢再掀起风浪 可以说 这一次楚风寻天下 凭四方 顺利地 让他自己都有些意外 连一场大战都没有开启 差不多完成任务了 去最后一地 太上八卦炉禁区 被星帝封王后 楚风的负责 平定四方的任务不算多 但也绝对不轻松 毕竟禁区中的老怪物 有些深不可测 相当的危险 在路上 楚风悄然取出石冠 认真感应 然而那个青年男子的声音没了 石冠寂静无波 没有任何异常 虽反复查看 认真检验 但是却再也没有任何意外发生 楚风很遗憾 只得暂时放下与搁置 爹 我找你来了 要与你一同去平乱 远空传来声音 一个少年白白胖胖 速度非常快地冲来 不是别人 正是小道士 楚风与秦洛英的孩子 如今再次穿上了道袍 一路飞奔 突然 一只大手撕破虚空 迅速叹了出来 一把就将小道士给捞起来了 这让楚风等人都心头一沉 感觉不妙 第一时间就要救援 不过 刹那间 他们又停住了身形 因为感觉到了恐怖强大 以及很熟悉的气息 竟是狗黄的搭档 腐尸 我就知道 你这小子不老实 说你什么好 给我回去 我不 小道士挣扎 无量那个杜姐 腐尸大怒 成河体统 平道一世英明 天上地下无双 临到头却要被你遭见 想为我找个便宜老子 我打不死你 坏我一世英明 你给我回去修行 打不过我 别想离开 他与小道士一体两面 都是同一人的分魂 他若大年岁 来头不可测 怕小道士出去后 各处乱认亲戚 当然最担心的 还是怕他喊楚风为爹 简直受不了 救命啊 小道士喊叫 拼命想过来 冲楚风招手 向好友黄牛打招呼 前辈 这个 你能放开我儿子吗 楚风硬着头皮开口 不过 当他刚说完后 就知道自己说错话了 想捂上嘴巴都晚了 弥陀佛 无量诡异他老爷的 俯师简直是气得七窍生烟 满身黑色的腐烂血肉 乱颤不止 他差点就要动手 关键时刻 还是被小道士给抓住手臂 生生地忍住了 我懒得与你们多说 你给我回去吧 他提人就要走 小道士抹眼泪 那可真是伤心啊 虽然说过去 他坑过楚风 但两世为人 现在见到一群故人 他格外的轻 想与他们一起上路 待在一起 但是他也知道 这多半不行 俯师一是担心 他四处乱认亲戚 二是 觉得这小胖子实力太弱 丢他的脸 身为分魂 必须要尽快崛起才行 知道不可为 小道士仰天而叹 只能与楚风他们告别 不过临去前 他告诉楚风 我妖妖娘要去闭关了 说就不与你们告别了 他年自会有相见气 当听到这种话 所有人都心头一动 妖妖绝带风华 是女帝的格式传人 也走过花粉路 还坠入过大阴间 学了那里的法 一身兼修葛家之长 这次闭关在突破 在线时 多半就是顶尖大雨 绝世纠集 真正成仙了吧 唯有周西黑着一张美丽的小脸 瞪了小道士一眼 结果 小道士再次嚷嚷 爹 我想起来了 那些老混账 那些老先王 正在为你的亲事争吵着 说是要联姻 也有人要招叙 我觉得看那架势 要给你来个三宫六院七十二妃 说完这些话 他就跑路了 都不用俯视抓着他走了 众人无语 渴 处风干渴 打破沉默 我们也得抓紧了 要迅速提升修为 回去后 我就向新帝索要资源 要大雨及一土 无敌的花粉 对了 你们需要什么的话 提前和我说 现在诸天大一统 我是一方的王 新帝怎么也不能少了我的兴奋 得符合我的王位 修行资源 应该全都满足才对 好 我要某处境区中 可提升道行的无敌果实 老谷第一个跳了起来 远远望去 太上八卦炉境地火光腾腾 常年都在燃烧着莫测的光焰 那是由道文组成的天火 关于这个境地有很多传说 在阳间最为主流的说法是 此境地来自三十三重天外 是从域外大世界坠落下来的 周正德 曹德 姬大德 某德 或许 更应该叫你楚风 你还敢来 太上境地中 有生灵出现 冷冷地在远处喊话 杀气腾腾 上一次 楚风来八卦炉境地炼金身 说好了 要帮境地中的生灵 探寻女帝遗留下的奥秘的 结果她从那处空间跑路了 直接顿走 不过 楚风一点也不内疚 境区中的老怪物 当时在利用她 若是她真的 从入口那里返回 估计没什么好下场 有话好说 当初 我也没从那片特殊的小天地中 得到什么 算了 今天不是为此事而来 我是来宣心地旨意的 招呼而等 楚风很严肃 完全是公事公办的架势 换个人来或许还行 你 显然 禁区中的这一族 对她很不满 还在记仇呢 我怎么了 当初若不是你们没安好心 我会逃走 楚风冷笑 一点也不惯着他们 现在诸天大一统 她身为楚王 身后更是有一群老怪物支持 还怕杨剑一处禁区吗 真要翻脸 她不介意开战 原本这次出行就太顺利了 正缺乏力威之战呢 好嚣张 不要觉得 你在两届战场前杀出威风 就可以俯瞰天下了 任何天才的成长 都需要时光积淀 你现在张扬还早了点 禁区中 有腐烂大雨及生灵忍不住 探出一只手向外抓来 要生擒楚风 显然 太上禁地的人 也不是要对着来 这只是对楚风不满 想给她颜色看 然而 现在大事归于统一 楚风真没什么可担心的 毫不怯弱 第一时间取出一张法指 向着禁地中风去 轰的一声 一只大手竟从璀璨的法指中 探了出来 啪的一声 将腐烂大雨及生灵的手臂 拍成肉泥 并且将它直接按进了 太上禁地的岩浆中 这绝对是流情的结果 导游请息怒 请住手 这片禁地中 最强大的老怪物 焦急喊道 并且出手了 格挡法指中探出的大手 这个老怪物 是准先王层次的生灵 很强 但是 这才一接触 就被那只大手拍翻 横飞了出去 满身是血 整片禁地的生灵都骇然 静若寒蝉 连老祖一个照面 就重伤可血倒飞 这还怎么找颜面 想都不用想了 楚风自然不怕 他赶出来平静的 怎么能没有底牌 法指中封印着 九道一的攻击手段 还有黎达的执念 关键时刻 就是用来降服 桀骜的老怪物的 砰 果然 哪怕禁地中人服软了 一切平和下来 那个老怪物 又突兀地挨了一击 后脑勺那里浮现一只黑手 一巴掌消中 他的头盖骨当时四裂 魂光俱阵不止 最终昏厥过去 毫无疑问 这是黎大黑手的风格使然 这是最好的震慑 太上禁地的人 顿时都老实了 最终 他们将楚风等人 迎进禁区中 表示愿意归服 这禁地 应该是自那 三十三重天外 坠落下来的吧 到底有什么来练 禁区深处 一座又一座高大的殿宇 在火光中闪烁着道文 楚风他们坐在 惠客的大殿中 向火族询问 确切地说 是从上仓坠落到三十三重天外 又坠落到阳间的 禁区中 准先王级的老怪物苏醒了 严肃地告知具体情况 楚风等人到吸冷气 来头竟这么大 准先王苦笑 道 我等不是上仓的生灵 都是借助坠落下来的大盗之火 进化而生的 事实上 此地火光之源头 正是那大空之火 与古咒之炎 那种物质 那样至高的盗火 相传唯有盗祖籍生物 甚至是 唯有路径籍生灵 才能演化出来 所以说 这片禁地 能够从上仓坠落下来 一定涉及到了 至高生灵的战斗 从而导致意外 嗯 突然 楚风心神一阵 因为在提及禁地往事时 他又一次感觉到了异常 体内的石灌略微动了一下 给我找一件禁食 我身有道感 要暂时闭关 楚风急切地说道 他不怕出意外 迅速在一座禁食中布置场域 最后更是取出那张法纸 封印了这座石室 与外隔绝 然后 他内视石灌 发现了真正的异常 关闭上 有一个侧面 散发火光 轻微地颤抖 楚风想到 在海外天仙岛的异常 重复那些话 如果生命可以重来 如果时光有岔路口 果然 他隐约间听到了一个青年的声音 不过这次有些模糊 最为关键的是 他看到了石灌上 充起无边的火光 都是异象 都是昔日的景 但即便如此 也让人站立 那是什么 有路径急生灵陨落吗 楚风集中所有精神 他感觉魂光都要炸开了 自身要成为虚无 他看到了石灌上的一幅图画 有一道剑光绽放 简直是席卷上苍 破灭亿万大世界 独断古今未来 是 那位的剑光 楚风心神皆颤 他曾在第一山 见到过那种亿万年前 留下的余波 昔日重现 时光岔落 我想要找到你们 失去的 失去的 全部回来 在剑光中 伴着一个青年的声音 吼动岁月 贯穿上苍 剑光所向 疑似有之高生灵等被击穿 那剑光恐怖无边 打穿了万古 破灭了一切 古今未来都被颠覆 直至最终 最后的剑光 击射到某一个源头 竟打中了 石灌 隐约间 楚风似乎听到了咔嚓声 最后 当一切平静下来 当楚风取出石灌时 发现了异常 石灌上竟有一处伤痕 今日才显现出来 一个险些凿穿石灌的小坑 不知道是哪一个纪元留下的 楚风震撼 石灌是什么 亘古长存的器物 从来没有什么力量可以打上 然而 那个人的剑光 当年横扫四方 贯通上苍天上地下 打到某一源头时 竟险些将它凿穿 那个人没有在石灌上留下身影 只有他的剑光 他的声音缭绕 但现在也淡去了 第1614章 天庭捉续 楚风枯作很长时间 私存良久 这才出关 他心中震撼无比 曾经的人 是否还会再现 当传说消失 当诸天崩散 当一切都归虚 当有一天 连路晋级生灵都成过往 他在哪里 身边的人又会在何地 楚风隐约间觉得 若是未来有大劫 可能将会是彻底天崩的灭 超越以往 有些大患 有些矛盾 都已积攒 与沉淀太久 一旦全面爆发 可能便是那上仓 都可能溃炼 到了那个时候 还能剩下谁 楚风出关 心事重重 总有些走神 你怎么了 周西小声问他 我在想 未来我们会在哪里 楚风轻语 他原本是一个很乐观的人 可是 在那实惯上 在那无敌的剑光中 他却分明看到了那位的怅然 那是激荡了万古的回音与遗憾 楚风觉得 如果未来会有大变 纵然他能活下来 是否也会如前嫌 如那路径级生灵般 带着极许悲凉 时不待我呀 楚风轻叹 他总觉得 时间真的不够了 纵然他再努力去修行 也难在这末世崩坏前 毅力终极绝颠 周西道 人要向前看 路要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出 想那么多只会徒增烦恼 是啊 脚踏实地 不想那么多 可能心中会更充实 更灿烂一些 楚风点头 他看到远处 六尔弥猴弥天 正在火库中折腾了 进一步打磨不坏真身 老谷 铝箔虎 黄牛等 则在太上 禁地的离火药园中 采摘大药 品尝能量气息 惊人的异果 都开心无比 该禁地对他们可谓非常热情 担心引来什么祸患 今时不同往日 现在朱天统一是大事 谁都无法阻挡 真要躺臂当车对抗 注定要被碾压成鸡粉 纵然是过去赫赫有名的兄弟 这些禁区也得本分起来 要么毁灭 要么顺从大事 前辈 我想再借太上八卦炉用上一番 楚风开口 当初他就是在那个特殊的地穴中 熬练精深的 这次 他只是想重塑兵器 好啊 没问题 准仙王当场答应 还问楚风是否要帮忙 该族的态度和最初时相比 截然不同了 好意心灵 不必了 楚风再入八卦炉帝室中 他取出金刚镯 这是他的成道器 当年融合进多种母精 现在他准备再加些材料 主材料 正是从魂河那里得到的九色天刀 这柄刀极其不凡 纵然被毁掉了 磨灭了无上道文 可是其灵性还有材质 都是逆天的 因为 他当中揉合了九种先天母精 哄 火光冲销 太上禁地中 顿时火光一片 当八卦炉开启后 连带着整片禁区 都覆盖上了火道符文 密密麻麻 可惜 大空之火与古咒之言 被我与石冠吸收了 现在在炼制兵器 有些难度 他现在的金刚镯 已经通灵 号称三十三天中气 一般的道火已经难以焚烧与锻造 有了 可以试一试 处风魂深道文密密麻麻 而后体内的门开启 体外则更是光滑灿烂 绽放出七色光轮 他动用七宝庙述 其中一色尤为璀璨 正是那火道的足物质本源形成的光纹 昔日 他炼金刚镯 一修七宝庙述 将那传说中的道火吸收 现在 他又施展妙术 释放道火 不过 大空之火与古咒之言 终究是被炼化 成为妙术的纹理 成为无形规则 想要逆速很难 应该可以 难 并不意味着不能付诸行动 并且处风动用七宝妙术的火道物质 其实效果也一样很强 到了最后 他体外的光轮刺目之极 竟开始牵引整片境地的火道符文 竟还有这种效果 连他自己都大吃一惊 七宝妙术蕴含着大空之火 与古咒之言的本源纹理 现在竟在炼化与吞噬所有的火光 在肃语诞生至高火焰 虽然只是一丝丝一缕缕 但一样很惊人 非常逆天 大空之火与古咒之言再现 三十三重天金刚镯 与九色天刀都被融化了 重新铸成一个混沌母金镯 都不需要谁去评判 光是看到他的气象就知道 这是不可揣夺的宝物 与天地交融 与大道共鸣 具备无限成长性 至此 楚风拥有了自己兵器圆胎 也算是成道之物 当他走出八卦炉时 有些惊讶 因为整片太上禁地 都不再灼热了 甚至有些清凉感 老谷 周西 黄牛 猴子弥天等人 则都在目瞪口呆 惊疑不定 至于禁地中的一族 从少年到准仙王 则都脸色发绿 死死地盯着他 小友 你都做了什么 一位腐烂大雨及生灵 带着颤音发问 我只是练了一件兵器 楚风达到 禁地中的一族 想哭的心情都有了 你只是练了一件兵器 为什么整片禁区的火光 都熄灭了 根据他们推算 禁地中的火光 如果要全面恢复过来 最起码需要 白灾以上的光阴 可想而知 刚才发生了 何等恐怖的事件 楚风以火道祖物质为影子 催生大空之火 与古咒之炎 生生将这片禁地抽干了 楚风原本还想在 禁那片留下女帝痕迹的 小天地中 去探查一番呢 那里疑似连着 上苍的某片区域 但是现在 他不得匆匆告辞 果断跑路 阳间 近来朝气蓬勃 气象万千 到处都是 进化者活动的痕迹 因为 诸天大一统 定督阳间 各方巨头都来觐见 共议大事 新帝崛起 各界共尊 一个帝朝的建立 虽然略显匆忙 但也有些章程 最起码要有都城 最终 玄址在阳间的下周 也就是第一山不远处 总的来说 新帝古清 也是有所担忧的 怕出现各种 不可预测的恐怖事件 他觉得 在第一山附近较好 总认为 九道一手中 还有什么底牌 毕竟 九道一锥随过那位 曾是他的清兵 在这个体系 最后的底盘上 无论如何 也是有些牌面的 古清认为 哪怕诡异源头的 生灵到来 或许也会有所顾忌 进化者建成 实在太快了 就这么几天而已 一座又一座 宫阙拔地而起 一座又一座天宫 悬浮半空中 还有灵气惊人的岛屿 灵山等 被从御外运来 罗列在周围 悬在天穹上 几日间 一座宫大的巨城建好了 成立体型 无论是天穹上 还是半空中 亦或是地面上 都有建筑 云雾中 中央天宫巍峨 神岛无数 飞铺流泉 若兴和倾泻 直挂到地面 楚风回归 圆满完成任务 当看到宫大的巨城时 他相当地震撼 这才几天啊 如此浩大的工程 就已经完结 楚王 你的府邸在那边 有人看到他后 迅速而热情地打招呼 事实上 这片区域早已布置的 固若金汤 各种大型场域影线 整片天地都充满了道文 可以说 真要贸然攻打 必然会引发恐怖的反击 纵然是先王 也不好强闯这里 宛若天罗帝王般 此时 九道一正在劝古青 不要想什么天庭之名 古青道 我觉得 利天庭才能名正言顺 能够更好承接 诸天各界的宏大院里 与无匹的道运 这不是为我自身 而是为了帝朝所有人 有道运加深 诸事皆顺 更容易抵御诡异与不祥 他所说有道理 其他先王也有很多人赞成 就是九道一也一阵迟疑 最终道 多少年了 天庭这个称谓 仿佛被诅咒了 一般的人与帝朝 根本承受不起 过去发生了太多的惨烈就是 我觉得 你可能镇压不住 这个名字不用也罢 古青道 若是不对劲 第二 我立刻消掉此名 但在初七 我觉得神朝出力 需要这样的名号 需要收拢诸天院里 以及那不可测的道运 我身上有地气险招的大道文洛 理应可以压制住 他身上有三件兵器险招的光团 关键时刻 的确可以助他 好吧 你自己小心 九道一严肃无比 心头有些沉重 此时 天庭聚集了各族的先王 老族长 可谓高手如云 最近这几日 无数的草莽阴节 各路的进化者不断来投 堕落先王 俯尸 四节雀 大阴间的强者等 各方先王相继而至 真不算少 太医 南驼等人身后的先王巨头等 也都露面了 五疯子陪着他的师父一在场 导致狗皇不胜其烦 因为五疯子也是豁出去了 不断向他所要歧视的道骨 在魂河的大战时 我不是还给你了吗 狗皇瞪眼 还差了一根最为关键 最为坚硬不朽的道骨 五疯子强调 那根骨很重要 最终连九道义等其他巨头 也都被惊动了 甚至骨青都出面了 这只狗才不情不愿地 取出一根腿骨来 丢给了五疯子之时 真小气 就留下一根而已 踢牙用的 狗皇愤愤不满 众人都无语 你这狗东西太厉害了 不愧是追随过 真正的天地的神兽 将先王最强盗骨当牙签用 楚风回来了 被人拥促着 飞向他的府邸 在一座悬空的岛屿上 距离中央天宫不是很远 岛屿上圣树成片 摇草铺地 神花盛开 穷楼玉宇成片 鲜雾蒸腾 云霞缭绕 这地方不错 牢骨点评 就是周西也觉得 这座府邸美轮美奂 景色宜人 咦 楚风吃了一惊 他看到了一条熟悉的身影 在府上早已等候多时 圣狮 他确信没有看错 迅速向前冲去 正是小阴间的故人 地球曾经的守护者 圣狮一尘 多年过去 他已成为场域天师 垂死之身 彻底复苏还阳了 并且连他的修为 都到了天尊层次 楚风并不意外 圣狮乃是上古之人 自身底蕴身后 在小阴间 不能突破一切 都是因为大道规则的压制 到了阳间 天花板直接就消失了 他可以正常进化了 孩子 是我 圣狮走来 他也很激动 自两届战场爆发 惊天大对决后 楚风鸣动天下 生传八荒 但凡是故人都知道了 他如今怎样了 在何地 所以 圣狮第一时间找上门来 还有我们 府邸中 十二头神圣小兽跑了出来 都无比活泼 嗷嗷叫着 嗯 楚风觉得熟悉 默然想起 这是在小阴间 混沌中所收服的十二头小兽 曾目送他们进入阳间 今日 他们居然也都找上来了 想不到啊 昔日小阴间的一个少年 成长到了这一步 无意来头 一个身穿蓝色衣衫的男子走来 彼岸花 楚风情绪起伏 他第一时间认出了此人 当年 地球发生异变 他最初看到的第一件异常的事件 就是成片的彼岸花 连绵无尽 蓝得如梦似幻 长满沙漠 彼岸花最终杀入与逃亡阳间 就此失去音讯 楚风 你回来了 来 来 半空中 一条金光大道浮现 直接将楚风给接引走了 他还没有来得及与故人畅谈呢 何事 楚风问道 竟是一位先王 来自堕落先王族的人请他 老夫看你仪表不凡 一身正气 铁骨铮铮 相当不错 想为后代招叙 你看如何 老先王相当的 不实在 居然这么夸赞楚风 最起码 狗黄在远方听道后 只棱着耳朵 直咧嘴 这小子人称楚魔 早先更是被喊为人贩子 我说 堕落家族的小子你说话时 亏心不亏心啊 堕落先王族的老者 脸色顿时黑了下来 梦 一声牛吼 天地间瞬间黑暗下来 一头庞然大雾从天而降 顶天立地 比山岳还要高 满身都是水桶醋的牛毛 巨大的鸡角 像是撑天之柱 眼睛如同血月当空而照 不错 本来就像是个魔王 本王喜欢 我愿将蟒牛族的第一美人 下嫁于你 小子你看如何 蟒牛王也来了 楚风顿时一阵头大 转头看向一群固有那里 大黑牛看到后回应道 没错 我族第一美女风华绝代 清成清国 哈哈 蟒牛王大笑 接着 他接引来了一个女子 身高一丈 膀大腰圆 浓密发丝中顶着粗大的鸡角 楚风当即傻眼 这就是蟒牛族第一例人 站在大黑牛等人的角度看 似乎也没错 是该族第一美女 呵呵 我觉得我六尔弥猴族 与小友更有缘 毕竟你与我族后辈 弥天交好 不如老夫做主 为你选一个符合心意的道理吧 楚风以为 要让弥天的妹妹弥青 也就是那未生 就人生的青春活泼的美少女 与她结为道理 还在酝酿怎么说才好呢 结果 远处虚空炸开 有一只 神员翻着金斗云 轰的一声冲了过来 楚风当场实话 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 而见到这一幕后 弥天则气急败坏 跺脚长叹 怎能如此 那是我喜欢与暗恋的 一代青城神员 咳 有人咳嗽 又一位先王出现 我觉得 还是我人族 比较适合楚风 听到这种话语后 楚风颇有些 热泪盈眶的感觉 很想大喊 带我离开 嗯 我昨天交女也不错 早就能化成人参了 只是平日有些适应而已 又一位先王感到 背负鸟翼 这又是什么种族 楚风看到一阵头大如斗 老夫来业 你们真是的 我想找个玄孙女婿 而等为何与我相争 楚风看到这种架势 直接头皮发麻 最终他一声大吼 我要见天帝 有重要大势相伤 他跑路了 拿心地当挡箭牌 何事 中央天宫中 古清的声音传来 并画出一条神红大道 将真将楚风接引了过去 在小阴间 在我的故乡 有不可揣夺的大鳄 有一只不可预测的黑手 我觉得必须要弄清楚 不然必出大祸 楚风直接告知 然后 他就有些后悔了 演绎小阴间与地球轮回 不断重复相似大环境的幕后黑手 根本不可预测 连九刀异都忌惮 暂时不愿沾惹 现在 他一时间焦急 将这件事提前说出来 心地若是去探查 该不会会发生无比恐怖的 地崩事件吧 要知道 古清这才崛起 刚成为天庭之地 第1615章 诸天第一次大集结 楚风着实心虚 万一引发什么乱子 发生地崩这种灾难性的后果 他可就算是罪人了 他觉得 古清也算是苦孩子 错 苦老怪 古清本是一代弟子 结果欺负早亡 然后他苦熬这么多年 才终于崛起 登上地位 这个 我一时间过于激动 胡言乱语 天地不要当真 楚风一然而又决然地改口了 他真怕古清遭遇不测 于心不忍 你在忧虑 在忌惮 无妨 有什么隐情 尽管说出来 古清登陵大位后 果然有道运加深 不怒而微 现在有莫测的大势笼罩 有磅礴的威压附体 整座中央天宫都在颤抖 轰鸣 连带着下周都开始共振 大道涟漪扩张 影响到了大世界的规则运转 下雨的地方 雷电交织 更为胜烈了 飘雪的地方 鹅毛大雪漫天 整片大地白茫茫 要被压塌了 艳阳之地 太阳愈发的刺目 由若金氏火光焚烧 炙烤苍鱼 陛下 你举手投足 都会有天地异象显照人间 浮现诸天 让克制 一位老者提醒 他是活了足有两个纪元的顶尖先王 古清扁头 但依旧看向楚风 让他说明情况 登陵地位后 他对这种可不预测的危机 最为在意 一干先王都进入中央天宫 接盯着楚风 这种庞大的压力一般的净化者 绝对受不了 当场炸开 化成血物都很正常 还好 楚风身上九道一的法指护体 更有十罐加持 并未受影响 狗黄 腐尸 李达等人也都来了 露出疑惑之色 因为 他们也都听到了楚风早先的话语 不认为 他没事胡言乱语 到底有什么隐情 只有九道一清楚 当年楚风就对他说过这件事 讲吧 诸王皆在 不必顾解 古清开口 毕竟帝座才生起 楚风尽管有些后悔了 也还是需要尊重新帝 讲出了小阴间地球上的古怪的 什么 那颗星球不断重复相近的就是 每隔一段时期 就轮回出相似的古史 演绎出昔日天地的生存环境 那里 竟然是夜天地的故乡 有些先王都震撼了 感觉自身在战立 因为 有些人真的才知道 天地故土在何方 不仅如此啊 昔日 那位也是诞生于今日的小阴间 不过在那个时代 还是大荒呢 后来大路破碎 才被他演绎成星帝 腐尸补充 对于这段古老的隐秘 他知道一些 至于九道一则未开口 因为 这些都是实情 所以 小阴间那片地方 古怪甚多 那颗特殊的星球 不断演绎与轮回两种大环境 这就能说得通了 一片旧地 曾经先后走出过两位盖世强者 引发了莫名存在的关注与兴趣 所以 那个黑手在重塑 再人为干预地球的大环境 让他不断循环再现 想看一看 是否还能诞生出不一般的生灵 古卿一阵沉默 当真正听到隐秦后 他也不得不慎重 极其严肃地考虑这件事 你们觉得如何 他问中央天宫中的各路先王 要去看一看 这终究是让人不安的因素 如果将来有大劫 而小阴间若是在随之 爆发出什么大祸 那便是雪上加霜 还不如 趁现在早解决掉 因为相对来说 年岁不是非常古老的先王开口 非常有冲劲 有道理 一些先王纷纷点头 不妥 这么多年过去 那里都很安稳 并未发生什么 我觉得 我们还是不要主动 揭开未知的封印为好 万一惹出滔天大祸 而且我等挡不住 那后果将不可预料 也有人反对 部分老先王已稳为第一要素 不想主动去惹出什么变故 前辈 你们看呢 古卿看向狗黄 以及九道一 说到底 这两位才是关键人物 因为他们所追随的盖世强者 皆是从那片地方走出来的 在场的先王 没有人比他们更了解 更清楚 更在意 狗黄沉着大狗脸 道 自当要去探个清楚 还有什么可犹豫的 让本皇看一看 究竟是昔日的 哪个王八高子 妄想在天地故乡养骨 他有些不愤 觉得这是对天地的大不敬 九道一沉吟 道 我等不惹事 但也不怕事 终究不能自欺欺人 既已知晓 且天庭大事出城 自然不能当作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他们都觉得 与其日后可能引爆 还不如过早地探查一番 当然 这一次不可能莽撞地 直接杀过去 为此 天庭竟如临大敌 全面动员了起来 所有先王都在准备出征 此外 诸天各界 但凡传说中的祖器等 都要被寻找出来 都要带上 不得不说 天庭无比重视 纵然那里不见得有什么大敌 现在准备阶段也不能轻视 而是要提前做好最坏的准备 前辈 若是有后手有底牌 不要一望啊 都带上 新帝古青 私下对九道一语狗黄 还有俯视开口 说到底 这是他登上地位后第一次行动 将兴师动众 不允许失败 这次 难道本座还要背负第十二行 狗黄声音低沉 那俯视于地中上的男子 如今已经被他放进 夜天帝的青铜棺中 三天帝中 似乎唯有女帝无恙 但却已经压制主记者 进入未明之地 难以回来 另外两人 一人尸体依旧在 可是魂呢 而夜天帝 则消失得不见踪影 不知身在何方 无法预料打到了哪里 狗黄带着酬绪 难得得很低沉 他想立刻去小阴间 去天帝的故乡再看一看 带上地观 俯师道 诸天各地都在行动 寻找一些传说中的无上兵器 很快 各地先后送来一些碎掉的中块 竟将帝师的兵器 昔日的那口地中 渐渐修补上了 只残缺了一点 当年大战 地中崩开 碎块飞射到各界 如今各族还回来了 九道一也在准备 既然已经做出决定 要去小阴间看一看 他自然也要预防各种变数 这几日间 他除却在擦拭那位留下的战礼品 生锈的战矛 他还在建祭坛 要召唤什么 这件事 直接惊动各路先王 便是古清也新京 亲自赶来 难道老人疲想尝试联系 那位 九道一瞪眼 道 想什么呢 我若是能够联系到 还会等上几个纪元 他若是还在 启荣诡异与不祥出现 全部扫灭 那你在做什么 狗黄忍不住问道 九道一亲自动手 建了一座宏大的祭坛 而且那种巨石都带着古异 显然是他收藏很久的东西 现在 他只不过是重塑 将曾经存在的祭坛摆出来 哎 这不是要出征了吗 那个地方毕竟太不一般了 我老人家也忍不住了 想去看一看 到底是何方神圣在演绎 文朵起见 我想招魂 召唤我的血与骨 让他们回来 我要以最强大之身前往 当听到老人疲这种话语 所有人都被震住了 这老家伙还真是恐怖啊 他还可以更强 楚风有种负罪感 他觉得真不该过早地 向众人说这件事 这要是出了问题 他觉得在很长时间内 都会不安于内疚 连九道一都 这么心情沉重地准备着 一副要死战的模样 可见事态何其严重 人在前面飞 魂在后面追 老夫坐在家中等耳归 回来吧 我的魂血骨 九道一捣咕 接着 他登上祭坛 亲自做法 口中召唤 更是运转秘书 暗中施加咒语 催动祭坛 那种仪式很古老 也很诡异 起初没什么 风平浪静 什么也没有发生 直至一个时辰后 他依旧在坚持不懈地召唤 最后 这天地竟真的有了变化 乌乌 阴风阵阵 从诸天外的莫名之地刮来 隐隐绰绰 伴着不少模糊的影子 像是无数的厉鬼要浮现 聚集而至 纵然是先王 都感觉到了阵阵压抑 仿佛有绝代大兄要出事了 与此同时 天穷烟红 与上苍接壤之地某片区域 竟然渗透下一滴滴血水 这一次 人们更为震撼了 这都是九道一引发的变故 怎么可能 纵然是九道一 自己都发呆 忍不住骂道 什么状况 这么多年以来 我召唤没有十万次 也差不多了吧 从没有反应 今天你们 居然真要归位了 第1616章 初征小阴间 有血从上苍深处 滴落下来 一滴血可淹宇宙洪荒 三千滴真血 开辟三千大世界 先帝复苏 归故土 域外转来 宏大而苍老的声音 在诸天间回荡 有种莫大的威严 此时 不要说普通进化者 就是先王也都在战力 震撼无比 到底是何等层次的生灵回来了 便是九道一 自己都发呆 昔日之魂 与身离开旧土 去了何方 连他都不知道 现在回归 看其声势 简直不可揣度 先帝 路晋级生灵 这真是逆天了 一位至高生灵降临了 没有人不震惊 感受到了磅礴无比的压力 尽管对方已经收敛了 血气归于自身 不再弥漫 可是 那种隐约见的威势 那种潜在的无上波动 依旧让人心胆皆颤 忍不住要鼎领膜拜下去 叹苍生 悲 连众生 苦 苍老的话语 带着一种让人心头发抖的情绪 给人以难言的悲凉感 接着 屋边的光交织 构建出一片雄伟的建筑物 降临而下 出现在阳间 来到下周上空 光纹波动 稻泽交织 高空中出现的宏伟建筑物 竟比下方星帝 与诸王所在的中央天宫 还要庞大 更像是天宫 见过 先帝 有人忍不住了 直接参拜 隐约间可见 那光纹交织的巨大天宫中 有一道身影高坐在上 威严无比 俯视下方 咕咚 久到一忍不住咽了一口口水 这是什么状况 他只是在召唤自己的魂骨与血肉 怎么回来一位先帝 难道说 自身分化出去的那部分 在外净化成禄 晋级生物 亦或者说 这根本不是他自己 而是召唤来一个未明生灵 这时间太苦 诡异不再折服 从那莫测的石窟中冒出 不祥的阴云笼罩天地 我听到了诸事史书中的怨吼 我看到了众生的哀苦 我自时光长河外复苏 聆听世间的召唤 回来了 那个盘坐光纹宫殿中老者叹息 身影朦胧 悲天悯人 要为众生而战 参见先帝大人 这一刻 连许多老怪物都跪服了下去 灵魂都在颤抖着 不断扣手 你为何不跪 这样看着我 那由光纹交织而成的宫阙中 老者俯视九道一 我跪你个废啊 反了你了 我就是你 你就是我 现在居然想蒙骗我下跪 老夫收了你 九道一嗷唠一声 惊醒了许多人 有人要是杀先帝吗 许多人无比紧张 老人皮直接冲了上去 扑向宫殿中 同一时间 周围阴风怒嚎 各种魂光成片的 没入宫阙中 也归于那里 然后 人们便看到 蟹 骨 魂 皮 都知道了 九道一成功召唤回来 魂骨肉等候 彼此竟然相当的不目 内斗了起来 最没用的人皮 这么多年来都没长进 还妄想与我争主导权 老夫不仅是人皮 还保留着本源魂光的印记 不然而等如何归 接听从我的召唤 我才是主导者 皮若无魂 没有最高贵的精神核心 何以守护第一山道统 什么主魂本源印记 你不过是无脱下的死皮 也敢翻天 众人无言 这老人皮召唤回来 自己的魂骨肉后 彼此间竟打起来了 竟出了这种大问题 轰隆 天雷阵势 混沌闪电交织 他在劈自己 啪 接着 他又一巴掌削自己头上了 相当的诡异 你疯了 打我就是打你自己 我就是你啊 闭嘴 我是主导者 想打谁就打谁 在九道一的身体中 竟然传出来三四个声音 真不知道他当年 是怎么分化的 居然彼此干架 远处 俯视看了又看 脸色阴晴不定 然后他竟一把 拎起白白胖胖的小道士 二话不说 直接一顿胖揍 马德 我招你惹你了 干什么打我 小道士有些发猛 凭什么 为什么挨揍 俯视简单而粗暴 哦 与其将来如同老人皮斑出问题 分魂间恶斗 平道还不如趁现在 先打负你再说 以后每天打一顿 将来你才不至于与我争 小道士听到后期的够呛 有种想哭的冲动 到底是什么鬼逻辑 凭啥啊 为什么要受这种罪 他扯开喉咙 直接大喊 爹 救我呀 楚风老父亲 快来救你的亲子 这种呼唤声 让许多人侧目 并随之目瞪口呆 俯视脸都绿了 情何以堪 这小胖子 居然当众这么寒 让他的老脸 向哪里放 楚风也是一阵无言 他现在是少年身 怎么就成了老父亲 孩子这是真的长大了呀 老父亲 你在发什么呆 哪里还有时间走神 小道士急眼 俯视直接捂住了他的嘴巴 真有点吃不消了 你闭嘴 你就是我 我就是你 你我乃是 与之高生灵为有的存在 跟脚来地吓死人 现在你成何体统 我 你松手 凭什么打我 小爷我就是成为 陆境级生灵 也是人子 小道士挣扎 道友 前辈 请你高抬贵手 不要打我儿子 楚风开口 虽然他很客气 有着对前贤的礼敬 但是这种话语 听在俯视耳中还是 太不祥和了 让他想抱走 周围众人也是脸色诡异 但都没敢起哄与开口 唯有狗狂敢奚落与大笑 幸灾乐祸 非常开心 道 不错 死胖子 臭道士 你孤单这么久 找到亲人着实不易 悠着点 别对自己家人动粗 现场两队与自己掐架的老怪物 导致气氛相当的怪诞 让人们啼笑皆非 原本九到一的魂骨肉回归 很神圣 场面也很宏大 尖且神秘 但现在完全没那种气势了 再加上俯师与小道士搅和 有点污人眼睛 终于当一切平静下来 九到一出在了一种莫名状态中 气息极尽恐怖 他助力在那里好长时间都沉默着 没有说话 魂与古等归来 这样融合在一起 彼此分享到的不仅是力量 还有万古以来的不同人生经历 他已经很收敛了 可是所有先王还是都能感觉到 他真的极尽强大 绝对是一个盗祖籍的生物了 纵然是楚风 不止一次遇到莫名而可怕的状况 可现在依旧忍不住心惊 有朝一日 九到一能否更进一步 走到绝顶层次 遥望道路晋级生物的状态 甚至说 他现在有可能就是 站在金字塔顶端的最强一列道祖 不过 这多半很难 楚风曾遥望花粉进化路终点的女子 在她的前方 曾有开拓花粉路的五位元老 那都是不可想象的生灵 事实上 开辟最初道路的五老 若非欠了一些火候与运气 它们是有资格成为路径领域的生物的 三日后我们启程 前往那片故土 九到一中于开口 一脸郑重之色 无形中有恐怖的威严之事 纵然心地古青很强 也感觉到了莫大的压力 许多人心中感慨 古青在这个年代成帝 遇上一位强势道祖 与他并存在世 还真是一位苦地 古青自己也一阵出神 他不可避免想到了某个纪元 曾有位金乌族强者 于末法时代成道 当真是了不得 那头老金乌自好大帝 横压世间 结果却赶上夜天帝崛起 原本也没什么 可是那位夜天帝太强势 全方位压制他 让老金乌整整憋屈了一辈子 活得很狗 无比谨慎小心 直至 老金乌即将作画 临死前才敢很严谋地喊一句 去你锦号 艾地人民币天地 终于不用再看到你了 如此发泄后 老金乌才面带微笑 无比满足 欣慰而释然地解脱而去 古青有点怀疑自己 这一世遇上九道一 会不会成为他的心魔 接下来的岁月里 老人皮是否会压制他 显然 他多想了 九道一心中 想要压制的是魂骨肉 压根就没有想到他 三日后 天庭各部调动 第一次大集结与出征开始 各路先王一个都没有落下 全都要上路 因为九道一最后关头 取出来一张图卷 号称藏天图 不知道其来历 不知道其威能 这东西 是他的魂骨从域外带回来的 需要盗祖及生物 带着诸多先王一起催动 才能发挥出最大威力 各位前辈 不用再考虑一下了吗 我们的墓地地水太深 那个墓后的黑手 无法想象 到底多么强 究竟是何人 从来没有过任何线索 楚风进行最后的努力 尝试劝解众人不要去 然而 这是徒劳无功的 一切都早已定下 不可能再改变了 轰隆 一道巨大的光束 击穿了世界壁垒 打通了阳间与小阴间的 混沌地带 开启出一条特殊的道路 毫无疑问 先王开路 没有什么可阻挡 世界间不再有屏障 刹那 人们在第一时间 感觉到一股特殊的道运 纵然是先王 也都有些毛骨悚然 手脚冰凉 这小阴间 似乎真的郁郁着大恐怖 怪不得老怪们 也都不愿轻易踏足 这里 果然有神秘莫测的规则 压制了整片宇宙 有先王神色凝重地说道 越是强大的生灵 越是脸色严肃 总感觉这片天地间 有极其可怕的东西 在这些人开辟出道路 通达小阴间的煞时间 永恒未知的 就有生物被惊动了 渐渐复苏 谁在饶我梦境 谁在扬起历史的时光 谁在颠覆未来的图景 谁在寻我根脚 在时光长河中复苏 在世外觉醒 一朵璀璨的神秘花蕾 带着雾矮 在时光长河中诞生 迅速绽放 在历史光阴中生长 它包裹着某个生物 渐渐苏醒 第1617章 天地故乡多神秘 悠悠低语如魔在梦翼 又若混沌真灵在泥南 自时光长河中飘荡而出 在某一未知之地回响 可惜 无论是新帝古清 还是现在强大的九道一 都没有听到 更遑论是其他贤王 那就更无感应了 皆无知无觉 只有楚风自进入小阴间 即将回归故土前 分外的紧张 内心中总有 末日来临般的窒息感 前辈 楚风逮住一个人 就抓手臂 一路上劝了很多次很多人 但是 效果依旧不佳 甚至连狗黄这种 活过无尽岁月 狗眼睫毛都是空的 老怪物都摇头 道 小子 别说了 我感觉你这张嘴 如同开过光似的 一说就出事 有点像一位故人 楚风无语 这条追随过真正 至高天地的老狗 都这副态度 他还能说什么 我像谁 他还是忍不住问了一句 大圣魂拓 这个人最衰 他的嘴巴堪比最大的不祥 我看你有点像 你最好闭嘴 狗黄撇了他一眼道 接着 他又大咧咧地开口 其实 我们也能想到最坏的情况 万一有路晋级无敌 生灵折服 那只能说道运不在 我们这一边 全灭就是了 这是什么话 楚风发呆 都不知道如何反驳 算了 本皇为你解惑 那地方是夜天地的故土 更是承载着老人皮口中 那位的念想之地 小阴间以及地球 或许是接引他们回归的坐标地 如灯塔般 照亮古今未来的光阴长河 真有什么东西折服在那里的话 这次如果出阁 灭了我们全部 断了诸天最后的希望 说不定就会惊动那位与夜天地 导致他们回归 狗黄大口喘着粗气 连胸膛都在起伏 颇为激动 情绪难以抑制 随后他又补充了一句 当然 前提是 那位还活着 虽超脱骨屎但还在 夜天地也未死 楚风悚然 狗黄这一切都是猜测 都是在揣夺 读性太大了 万一盖世无敌的前嫌 在古代出了意外 早已真正而永远逝去 再也不可能出现了呢 光想一想 这个局面就可怕 让人头皮发麻 狗黄道 你问问老人皮 他绝对也是这样想的 有打破迷雾的见真相的狠劲 也有无奈的逼宫之意 当然也有可能 他从上仓带回来的那张破图卷 真有什么无匹威能 也说不定 混沌分开 先天惊气澎湃 远处星光闪耀 一路坦途 并无阻挡 那是什么 在小阴间与阳间之间 还有一个残破的宇宙 被混沌包围 当初在这里 已发生许多事 星帝第一时间觉察到了异常 并亲自动手 向着某片区域抓去 他撕开虚空 扶去混沌 让一座消失的城池显现 那是一座牧城 那里相当的可怕 也很古怪 整片天地像是断裂 被什么戾气削断 断面平滑无比 楚风星头一动 当初在这个地方发生的事 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印象 古青没忍住 探出手掌 就要向前抓去 想要了解其中的秘密 纵然曾消逝 接近为虚无 可那个地方 还是出了古怪 电闪雷鸣 隐约间 有剑光在亿万里外划过 啊 新帝古青大叫了一声 他简直难以相信 他的手被绞碎了 成为血雾 化成灰烬 让他不得不急速倒退出来 纵然如此 他也感觉魂光颤动 内心震战 他是何等层次的进化者 被天地果位后 已是一位盗祖及生灵 可是现在 他居然轻易就负伤了 周围的人更为心惊 所有先王的脸色都变了 连新帝都被割下一只手 这里实在有点无法想象 太恐怖了 要知道 他们才进入这片宇宙 就发生了这种不祥的事 后面会怎样 将发生什么 每一个人心头都浮现阴霾 路径及生灵 要出现了吗 主王都心头打鼓 楚风心中剧烈波动 他终于确信了 这里到底是谁留下的痕迹 牧城此地 昔日曾有一道剑光 横扫了天上地下 斩断了古今未来 楚风昔日 就曾仔细观察过牧城 那道剑光余波 似从古史深处浩荡而至 纵然是旧石影也足以惊世 进入阳间后 他更加有所怀疑了 认为与第一山那道剑光同源 现在 再次见到牧城 他自然愈发确信 竟然是 那位 是他留下的战斗遗迹吗 果然 九道一激动了 魂光大胜 他获得站到了最前方 是那位在数个纪元前残留下的 剑光余波所知 俯师一开口 带着无尽的疑问 前辈 小心啊 我当年 楚风上前 赶紧说明情况 古青无言 很想呵斥 你怎么不早说 还好 牧城朦胧 所留不过是残忌 是昔日剑光的刹那闪耀 并非真的有一道 剑光斩杀过来 经过数次血气滋养 古青的手渐渐恢复了过来 没有留下隐患 你说曾有一张信间 自牧城那断裂的世界中飞出 无论就狗黄 还是俯师 亦或是新帝与诸王 全都动容 楚风认真告知当年的事 这引发了所有人的重视 当初 那张信间横渡虚空 楚风虽然努力观察 并借助石冠去承载 可这么多年过去 他昔日所见的锦月发的模糊 渐渐淡去了 他怀疑 用不了几年 当初在这里记住的一切 便都可能永远自其脑海中消失 所以他讲解的无比细致 告诉了新帝与各路先王 他当初还曾看到 有人在历史的时光中争抢信间 其中一个生灵拥有泥胎大手 自去了阳间后 他就一直怀疑 那只泥胎大手 是否为轮回路上盘坐的那位 孟祖师 众人无比凝重 刚进入这片宇宙 就得惜了可怕秘心 天地的故乡 果然有各种神秘与古怪 禁谷以来 我还曾到过小阴间 但却没有感应到这里 看来近年他才出事 九道一开口 然后 他与新帝古青联手 想要打破时光长河的禁谷 阻止雷霆的袭扰 要避开昔日见光残影 进入牧城 想解读那信间 当然 真实信间自然早已不存 与他们相隔着历史 只能以道祖的绝世道横去揣摩 探究昔日真相 所有人都倒退 九道一与古青神色严肃 开始做法 这片地带顿时模糊了 混沌天风刮起 血色闪电交织 无尽的时光碎片 像是大雨滂沱 倾泻而至 两人尝试接近牧城 走到史前的光影中 要解读信间 然而 在扑扑两声中 两人都倒退 脸色苍白 他们眼睁睁地看着历史长河中的 信间焚烧 化成了灰烬 他们接触不到 这不是给他们看的 走吧 我们的层次还不够 这是给真正的路径级先帝的信 九道一开口 所有人都倒吸冷气 那位昔日 曾从莫名知的打回旧土一张信间 是留给后世先帝看的 这太恐怖了 实力不够的话 纵然信间摆在眼前 也都看不到 出入这片宇宙 便遭遇了这种情况 等于经历一次下马威 让众仙王星头沉重 愈发地谨慎与郑重起来 离开此地 横跨残破宇宙区域 天庭不重 劈开混沌 真正进入了地球所在的小阴间区域 在阳间传说中 这里到处是坟头 是一片遗弃之地 极其荒凉 除去一些老怪物外 阳间进古以来 甚至史前的众多进化者 都根本不知道 这是天地的故乡 也难怪阳间后辈 不知道天高地厚 不知深浅 敢将这里称为坟地 视为阴间 因为昔日大战过后 这里近乎破灭了 到处都是新坟旧土 俯师感叹 事实上 这里的确残破了 宇宙规则都大有问题 除却被莫名的力量压制 还有大道本身都崩坏了 这是有问题的宇宙 虽非末法世界 但也差不多了 因为有天花板的压制 想要突破太难了 真要从这片宇宙中崛起 还真是天纵地心了 心地古清感叹 您不要这样夸我 我会不好意思的 楚风一副很谦虚的样子 在他的身后 欧阳蛤蟆 大黑牛 东大虎 小道士等也都挺胸抬头 一个个都带着傲然之色 尽管他们都转生在阳间 这一世根本不算是在小阴间崛起 但还是心有荣光感 众人都无语 这群厚脸皮的家伙 尤其是那个楚魔头 推不要脸了 自己找夸 前方星光流淌 一颗又一颗大星转动 点缀在黑暗的宇宙天幕上 遥想那一纪元 九天十地都破碎了 连仙玉都打崩了 何其的恐怖 九道一长叹 然后 他告诉了这片小阴间宇宙的真正来历 昔日 旷世大战 乱天动地 那位置身横渡戒海 震杀四方道祖 最后 连路晋级先帝 都被他震杀 各方大势破碎 那位后来修复各界 曾截取很多大陆的碎片 重塑为星辰 演练出一片宇宙 就是此地啊 九道一看着星空 看着那灿烂的银河 像是在回忆 从那些转动的大星上 找到昔日熟悉的泥土 甚至故人的尸骨 你说的源头太久远了 还是说说 后来我那个时代吧 想当年 本黄也是从这片宇宙走出去的 狗黄开口 带着眷色 还有一种难言的沧桑感 他似乎有无尽的疲惫 道 我已 很多年没有回来了 俯师点头 道 是啊 一别多年 甚为怀念啊 当年的那些旧地 那些秘密宝藏等 应该都被我挖空了吧 理应没有给后来的同行们机会 众人惊诧 这位还真好意思开口啊 都干了什么乱七八糟的破事 狗黄道 他呀 当年偷坟掘墓 行走在地下世界 号称要挖断古今 要掘出历史长河源头的 最终极的秘密 走了 走了 今天我又回来了 狗黄叹道 默契沉沉 有无尽的疲惫之意 他竟也是从这片宇宙中走出去的 对于后世人来说 昔日纵然再辉煌的人 也终将是过往 会被慢慢遗忘 走 去葬地心看一看 狗黄虽然直立着在星空中行走 但明显有些驼背了 尤其是提及葬地心几个字时 竟有些声音发抖 腐尸也是一阵沉默 最后尝出了一口气 那是一颗特殊的行程 有过太多的璀璨 即整片宇宙之灵粹 道运隆重 就是那里啊 昔日曾是天地于红尘中争霸之地 狗黄指着前方 北斗星域 楚风亚然 可惜啊 残破了 荒芜了 几乎毁掉了 最后被彻底重送 腐尸一带着情绪 有悲也有落寞 更有浓重的木气 走吧 人老了 不想看到昔日最为璀璨的 星辰变成荒凉之地 狗黄率先离去 一路上 气氛都显得有些压抑了 楚风化解这种氛围 道 欢迎各位前辈 驾铃小阴间 在这里我也算是个地主 一定会尽量招待好各位 狗黄拍了拍他的肩头 道 认真论起来 咱们竟也是老乡 来自同一个宇宙 在这里 你是否有什么仇人 我帮你出头 楚风羞涩 道 我当年虽然也落魄过 但是 在这片星空中 也算是熬出头了 镇压了个方敌 这才游离到阳间去 他不可避免地想到 天神族 大梦净土 亚仙族 幽民族 原始魔族等 那些交好的 以及那些敌对的人与势力 都成过往了 狗黄文言 点头道 镇压所有敌人 你也算是个狼人 可与本皇做亲戚 说不定 我们真有血缘关系 你大眼 楚风富匪 谁与你有血缘关系 腐尸伤感 道 当有一天 你回归故土 连年轻时的敌人都死念 却稀探他们都已不在 才能体会到我们的心境 叹一声 岁月无情 斩去了过往 磨灭了辉煌 葬掉了我等的英姿旧影 他也拍了拍楚风的肩头 道 愿你永远没有这样一天 所见到的不是沧海桑田 依旧是熟悉的宇宙星途 然后 他们一起向前走去 沉默了很久 楚风再次开口 道 前辈 有楚地方很特别 有可能困住了外界的 真仙层次的强者 既然来了 也去看一看 久到一开口 楚风将天庭众人 带到了一片漆黑如墨 伸手不见五指的所在 正是小阴间的绝地 大渊 当年 在这里发生了太多的事 妖妖就是自这里跌落下去的 而黄牛 东大虎 老驴 大黑牛 武当山老宗师等 也是在这里战死 这里应该连着大阴剑 楚风做出推测 诗现在里面的后背不少啊 但是 大多都已经成为诗骸 只有一个还活着 心地抬手 璀璨光芒涌入这片漆黑的宇宙深渊 规则符闻闪烁 照亮了下方的广袤世界 他终究是道祖籍生灵 纵然这片天地有压制 但对他来说 也不是很大的问题 下方 成片高大如山的身影盘坐 大多都哭记了 死去了 都是误入深渊的净化者 这些净化者中有天尊 有大能 更有腐烂的绝顶大雨及生灵 毫无疑问 有不少都是从阳间而至 来寻找至宝 这么多人是漫长光阴中 积攒下来的结果 的确连着大阴间 但整片深渊都不止有场域 运气好的话 或许能从那里跨界过去 运气不好 就会被困在这里 请前辈出手 救出下方的人 那位大雨及强者 曾对我的后人有恩 雨上开口 请求九道一杆 请求下方的人 他是从夭夭口中 得西的这个地方 昔日夭夭坠入大渊 多蒙下方的大雨及生灵照顾 并驻他去了大阴间 你们 下方 那个腐烂的大雨及老怪物 书弟睁开了眼睛 无比的震惊 竟有这么一大群强者 赶到此地 给他以无尽的压迫感 让他心惊胆战 虽然他很强 可是 一群先王围观他 这种场面实在有点 不可思议 让他都受不了 他严重怀疑 自己出现了幻觉 这世界难道走到了尽头 而他的生命无多 精神思绪紊乱了 一位先王迈出脚步 这种事情 无需心地去做 他探出一只青色的大手 就要从大渊中 将那大雨及老怪物捞出来 虽然久坐宇宙深渊中 但是此人并未精神错乱 思路依旧清晰 道 慢 前辈且等上一步 我有话说 他慢慢到来 果然是昔日阳间寻至宝 而来误入此地的人 但是 他最后竟委婉地 拒绝了诸王的好意 我久坐此地 虽然血气干枯 且不能动 但是却也得到了一些机缘 与深渊连接在一起了 对我来说 生命无多 可能要不了多少年便作画了 与其如此 还不如就这样常坐下去 我有种感觉 这片古怪之地 也许能助我脱离死结 延续我一世性命 这位大雨及老怪物 竟说出这样一番话 心地古青点头 道 嗯 净化者的心血来潮不可忽视 尤其是针对自身的事 大多感觉不会有差 你有这种体悟 那也不妨等上一等 这片宇宙要变天了 或许真的是你借此 逆转道运的时机将至 最终 众人离开大渊 朝着地球所在的星空而去 所有人都知道 所谓的变天 可能就是自地球那里开始 楚风有些激动 终于回来了 曾经的那些故人 还有一些朋友 可以去见一见了 事实上 他们才踏足灿烂星海中 距离地球还很远呢 就有声音直接传至 来了呀 等你们许久了 第1618章 曾经怀天下的先帝 地球还未见 相隔依旧十分遥远 可是却有生灵先已发生 似早已洞悉 他们一行的跟角 你是谁 五疯子的师父开口 在他们的身后繁星点点 宇宙深邃 而前方 一颗火热的恒星非常灿烂 那里就是此行的目的地太阳系 纵然是先王层次的生物 当面对围绕太阳转动的 那颗水蓝色星球时 也都露出凝重之色 无比的严肃与谨慎 九道一的头上有一张图旋转 弥漫混沌气 周围的先王的都与之交感 共同催动藏天图 一旦有意外显照 这就是一件大杀器 他们所面对的生灵太恐怖 一切都要提前准备好 白发沾万劫 岁月空流转 一晃又是数个纪元啊 我自己都快忘记我是谁了 那个神秘生灵很平静地回应 让人稍微放松心弦的是 他没有立刻动手 并未有无边杀意冲击 当然也可能是他太强 丝毫不在意众人的到来 见过前辈 一位堕落先王见礼 想要与他交谈 不管怎样说 只要这个生物愿意开口 有交谈的意思 那就是好现象 甚至 这位堕落先王 竟还略有熟悉与亲近之感 不知是错觉 还是心血来潮 这个生灵似与他们有某些交集 不知您是哪个时代的人 事实上哪位前辈 虽然在平和对话 但众人依旧严加防备 同时也确实想知道他的身份 追忆 逆速古史吗 没有什么意义 我是 一个被遗忘的腐朽之人 他的话语依旧平和 新帝古青与九道一都在暗中观察 甚至 他们小心翼翼地动用无上手段 暗中推演其根脚与来历 身为盗祖籍生物 自然有莫测的大神通 诸多隐秘的手段 是先王想都不敢想象的 然而 咔嚓一声 像是有什么破碎的声音传来 新帝古青身前的层层光幕均裂了 护体神光炸开 什么 所有人都心惊 怎么莫名间新帝就被中创了 那个感觉很好打交道的生物 直接发难 当 关键时刻 古青头上浮现三剑地气的光影 他们居然再共同颤抖 不断清明 抵住了一只漆黑的大手 直到这时 人们才震撼无比 那个人已经动手了 他们居然都没有提前察觉到 并且 身为盗祖籍强者 古青自身 居然未能提前生出任何感应 直接被攻击形体 已然受伤 咔 像是撑天支柱裂开 将要天崩 整片世间居然都在战里 诸天都在发抖 上苍之下都在共振 而古青的眉心在淌血 他的额骨裂开了 并且 他的蹊跷 都有烟红的液体渗出 这极其可怕 给人非常不妙的感觉 他的道体 他的本源 将要裂开了 所有人都惊悚 感觉头皮发麻 虽然说不上是相谈融洽 但目前也是云淡风轻啊 并未剑拔弩张 这个生物怎么就动手了 地崩 星帝这才崛起 地做出生 这就要完了 被莫名的生灵强势终结 的确 古青自眉心那里被剖开 一直在向下蔓延 整具身体都要被一分为两半了 他的魂光也被展开 那高悬在他头顶上方的黑色大手 向下压落 他的身与魂都在被迅速地撕裂 哄 关键时刻 九道一发狂 寄出藏天图 而其他先王也都悚然醒悟 跟着全力催动 总算是稳住了阵脚 兼且最为危险之时 古青头上的三件地气光影 近乎焚烧 打出永恒之光 抵住了漆黑的大手 没有控制好以前的负面情绪 有道元应激外泄 不想竟伤到了你 抱歉 那平和的声音 自水蓝色的星球上传来 在宇宙星空中回响 显得格外的幽冷与圣人 古青节后余生 深感萧索 万物皆灰暗 内心深处竟有种缺少生机感的体悟 他出了一些白毛汗 他可是新帝啊 刚刚崛起 就险些死掉 多少年了 诸天间凝聚了足够的道运 诞生地作 结果竟让他经历这样危险的一刻 古青的弟子门徒 也都脸色煞白 有点怀疑人生 自什么时候起 诸天共推的地位 竟这么没排面了吗 不要慌 九到一滴鹤 天图横空 抵在前方 所有神王加持法力 让此图混沌翻腾 隐约间竟看到天地出坎后 又覆灭的场景 虽然我会将你们填进黑窟 一个都不会留下 但刚才的确是失误了 我没想这么快动手 而我真要杀生 我想无人可活 虽然无从腐朽中 获得一缕生机 暂时还阳 但毕竟年岁大了 续道了 想找人说说话 所以一切都还不及 人们文言 怎能不及被发函 他们大多都是先王 外加两位盗祖 这个生灵 居然根本没有太在意 这说明了什么 当真是一位路径级生物 盘踞此地吗 许多人脸色煞白 极其难看 这当真是要大祸临头了吗 行 本皇陪你说 你到底是谁 起源什么年代 是那个纪元的祸胎 狗皇很硬气 直接贺问 所有人的脸色都变了 这只狗疯了 更一味先帝叫板 纯粹是活腻了 自己找死 到了那种层次 纵然是颠倒古今 一念天崩 都不是什么问题 这样与他对话 会被拍死吧 谁都知道 真要是先帝 纵然是盗祖成片的上野白大 根本不够看 你怎么能说我是祸胎呢 昔日 我也曾心怀殿下啊 仔细想来 并未亲手做下大恶 宇宙虚空中 传来叹息声 他像是在缅怀 在追忆 在遗憾那些逝去的过往 众人都在疯狂思索 他究竟是历史上有哪个人 关于路径级生灵 变数逝去的纪元 自古至今能有几个 从那最初的源头起算 超过一手之数吗 先后对照 他们并没有找到 哪个符合他身份的人 当然 他们毕竟是后世人 追溯古代的话 最多也就知道 近几个纪元大致的事 时光长河太好汉 过于久远的纪元 没几个人能够知晓 纵然是那些碑纹 那些遗迹 也都差不多磨灭干净了 这个生灵 多半是极尽古老时期的怪物 放松 暂时不会有事的 我真要杀你们 相信不会费什么时间 人老一伤怀 我还不想 你们都化成血物 那他居然在安慰众人 但是 这种方式实在是让人放松不下来 反而令人遍体生寒 面对这种不可匹敌的生灵 有种乏力感 发慎 若是昔日的一位先帝 谁都没有办法 这个极数的生灵 抬手压下的刹那 四方道组就会立刻崩灭 难以抵挡 根本不是一个数量级的 有人绝望的低语 真遗憾 看来你们没有一个人 能够从历史的蛛丝马迹中 寻到我的身影 看来诸是真的 将我彻底忘却了 我也曾青春年少 崛起于最动乱的年代 那时的我 心怀天下 征战各地 平乱灭诡异 庇护各族 走到一条进化路的尽头 成为之高强者 统御诸天 为先帝 谁与我共岁月 谁与我同行 谁还能记得我 可惜了 我曾经是你们所有人的王 是你们的天帝 但有一天 却足灭身死 一切成空 众人听得发毛 先帝及之高强者 走到了一路的尽头 他的族人全灭 最后连他自己都死了 他到底遭遇了什么 他像是很有倾诉欲 一个人孤独太久 这个层次的生灵 居然开始叙道起来 说着一些往事 后来 我又活了 毕竟先帝很难死 世间淡流一念 有一人还记着我 无便能在时光长河中再现 一个坦然承认 自身曾是先帝的存在 怎能不让诸王发毛 现在每一个人 都无比的忐忑 但可惜啊 我又被一个大凶人杀死了 他摇了摇头 哪个大凶人能够杀死他 什么来头 说到这里 他声音微顿 像是有所发现 然后 楚风便心血翻腾 魂光暴涨 自身像是被某种 恐怖到极致尽头的 庞大凶兽盯上了 竟然连思维都要凝固了 他整个人都动弹不得 关键时刻 石冠与他共振 他才留下冷汗 摆脱那种害人的处境 果然 那个生物盯上了 直接对楚风开口 你这张脸眼熟啊 似曾相识焰归来 楚风立刻挺胸抬头 露出笑容 一脸的灿烂 道 别人都说我英姿勃发 且天生给人好感 比如狗黄 那么不好相处 性格糟糕透顶 看到我后都特别喜悦 比如九到一前辈 虽微道祖 性格孤僻 动不动啃人大腿吃 可是头次见到我后 就欢心雀跃 见我真言后 他连眉毛都在笑 远处 狗黄张嘴 想喷唾沫星子 非常警告他 你会说话不 不会说别说 咽回去 你这张脸让人生咽 我不喜欢 身份不明的就时代先帝 直接说出这么一句话 顿时 楚风的笑容直接凝固了 他刚才还自我感觉良好呢 以为对方与他有演员 结果 这么不讨喜啊 世间着实奇妙 这颗星球 这片旧土 难道真的 有什么神秘之处不成 为什么 一连走出几个人 都有略有相似之处 还是说 你就是他们 若是如此的话 乌有福了 正好要亲手熬练 这是什么话 这是要亲自 对他抽筋破魂吗 楚风悚然 这不是他惹下的因果 他不想 背这口大黑锅 这一刻 有人比楚风 还要先紧张与不淡定 无论是狗黄 还是腐尸 亦或是九道一 与他身边的三位老兵 全都炸毛 你是说 九道一开口 思绪起伏激烈 他的容貌 有一点像那个大凶人 但是气质完全不符 就时代的先帝开口 绝大多数人都迷茫 他又一次提及大凶人 但是史上没有这种称号 是谁呢 只有九道一等少数人 在震撼 在激动 你们 似乎不知道 那个大凶人 不对啊 他那么凶残 时间又没过去多久 才几个纪元 世间怎不知他的名 除非他死了 被人抹出了所有痕迹 可是 感觉不可能 那么残暴的大凶人 连我都可杀 应该很难遇到对手 不然 也太显得无能了 毕竟 无曾真正天上地下无敌 打遍古今无对手 直到这时 诸王中也有部分人 产生了一些联想 九道一反应最激烈 道 不要乱说 他怎么是大凶人 从来不是 看到他这个样子 众人都有所明误 顿时皆心中 翻腾起滔天骇浪 他怎么凶残了 楚风忍不住开口 但凡与他为敌者 大多都被他烧熟了 煮烂了 都给吃了 你说凶残不凶残 未明的神秘强者反问 九成的人都反应过来了 看九道一的样子 就应该猜测到 他说的是谁了 但是 那个人 有这么多黑历史吗 如果是那个人 眼前这位又是 第1619章 以身填坑 你不要诋毁他 九道一声色俱利 大声驳斥 那位 在他心中 地位最尊崇 不可超越 没有谁可以与其比肩 不容任何人妄谈与非议 到了现在 谁还不知道 他说的是谁 九道一这么激动 表现如此明显 所有人都意识到了 事实上 在人们的心中 那个人无比神秘 强大到无法想象 只是 关于他的过往 被提及得实在太少 甚至 那个人正不断从人们心中模糊下去 渐渐自古始终消失 我有冤枉他吗 你来说 他当年是不是一路走来一路吃 让所有对手都绝望 在旧时代 曾为先帝的生灵 悠悠地说道 不急不缓 淡定自若 惹人瑕死那个人的过去 九道一张了张嘴 想要辩驳 可他仔细想了想 那位确实有些特殊的喜好 特别能吃 喜欢自己风衣足食 某些癖好让敌人又惊又怕 最后 他硬着头皮 哦 你胡说 他明明不吃人形呢 众人无语 神秘生灵也哑然 无言以对 楚风也是目瞪口呆 一阵出神 这世间果然没有完人 历史堆不能扒呀 在世人的心中 尽管过于内味的传闻不多 但有些却成为了共识 一旦提及他 便与某些词联系在一起 伟大的 至高的 天纵之姿 鹦鹉舍人 古今无敌 同时 他的经历又是让人心疼的 又与另外一些词联在一起 他是落寞的 孤单的 凄凉的 一个人独断万古 坐着一口铜冠 在燃血的诛天间上路 行单引孤 一个人漂泊远去 他再也没有回头 自古史上消失 再也不可见 然而 这般英姿伟岸的人 竟也有黑历史啊 绝不能较真于挖掘 我必须要说明 他吃掉的非人形生物 都是罪大恶极之辈 但凡能挽救的 心有一丝善念者 没有一个被击杀 都被放过了 九道一严肃地补充 这些情况必须说明 因为这些都是事实 那个人虽然爱吃 能吃 有自己强烈而鲜明的风格 同时却也有自己的原则 就时代的先帝 冷悠悠地开口 道 是啊 非穷凶极饿者他不吃 当然 人形的也要刨除 仔细想来 我是不是该庆幸 自己是人形的 感谢他不吃之恩 众人想笑 但是又不敢 最终都很紧张 我知道你是谁了 九道一很确定 盯着前方 那颗水蓝色的星球 看了又看 虽然没有见到人 但是符合身份的 也只有一个生命 众人越发地紧张 这是确定了 前方折服着一位 旧时代的 先帝 这实在太恐怖了 如何敌 怎么对抗 根本不是一个数量级的 俯师 狗黄的脸色都变了 他们也意识到 那究竟是谁了 不过 还有很多人茫然 因为对那个时代 对那一纪元根本不了解 在璀璨的盛世 到如今 也都被历史的迷雾覆盖了 是啊 你是他的追随者 早该知道 我是谁才对 那个神秘生物自语 有些感慨 叹岁月无情 洪荒流转 物是人非 我不明白 你为什么还能在现时间 九道一心中翻腾 这分明是一个 早已烟消云散的生物 怎么又活了 古清苦涩 看了一眼九道一 提醒他 这曾经是一位先先帝啊 这就足够了 其他人也都释然 但更加毛骨发寒 内心生出不祥的感觉 的确 陆境极生灵 无论如何都很难死去 如果随便被杀了 就彻底覆灭 也太没排面了 何以为陆境极生物 将近化路走到绝境 没有办法更加强大了 这种存在 可谓真正的不朽 万劫难灭 纵然有意外 身灭到散 可这世间 但有一念触及 思念到他 这个生物就能再次活过来 真正的不死不灭 不然 为何连道祖都无比渴望 用一生去追求 因为只有到了这个领域中 才能确保自身永不坠落 对这个至高怪物来说 只要有人想到他 证明他存在过 他就可以活着 九道一还是不相信 倒 这也不对 陆境极生物虽强 号称无法磨灭 但也不是绝对的 尤其是 你被那个人杀死 他曾言 不让你活 你必彻底死去 根本没有一丝希望再现才对 是啊 除缺那个大凶人外 纵然是上苍来的先帝 以及诡异源投出来的 陆境极怪物 也很难杀死我 这个神秘强者点头 言语间倒也没有对那位不敬 相反 竟很是推崇 无论是古青 还是诸王 都了解到一个惊人的事实 昔日那个人 似乎格外恐怖 强大的离谱 他竟可以真正地磨灭 先帝 传说 他让所有对手都绝望 并非虚眼 陆境极难灭 可历大劫 几乎亘古长存 但任何所谓的永恒都有缺失 可寻到破绽 被真正的无敌者打破 时时今日 人们才明白 九道一口中 那个人到底多么可怕 相传 他才成为先帝 就杀了一个陆境极存在 若是去细思 着实恐怖 同级术的生灵 必然要因此而惊悚 你在问为什么 就时代曾为先帝的生灵 直接告诉了九道一答案 因为 是那个大雄人亲自换我 触及我的肉灰魂境 我才能活 再现出来 那个人自己亲自做法 以先帝的念来换 也没谁了 这让所有人倒吸冷气 果然逆天 为什么救你 九道一狐疑 因为 我曾心怀天下 只是被人暗算 才堕入黑暗中 大雄人杀了我后 不是太漫长的岁月 回过神来 便赦免了我 亲自换我 让我活了回来 众人都吃惊 反倒是九道一释然了 这能讲得通 那位本来就不是 不讲道理的人 旧时代的先帝 本身就是迫不得已 遭了人算计 才堕入黑暗中 那位设他无罪 将他救活 算是给了他一个机会 对朱天来说 这无疑算是 多了一个路径级的守护者 一时间 人们竟长出一口气 认为并不是遇上了大敌 神秘生灵悠悠开口 道 你们不要放松 我还没说完 嗯 我可以告诉你们 我依旧想要将你们填进黑窟中 人们心头一颤 这当中有隐情 它依旧是祸胎 我第一次陨落 是因被某种不可思议的 黑暗能量污染 那是诡异源头的最强真血 侵入我的深与魂中 那时的我 第一时间就觉察到了不土 可是 黑暗化的进程却不可逆 无法改变了 我已知晓 我必成黑暗先帝 当听到这里 堕落先王族的人终于明白了 为何对此人感觉清静 有熟悉感 因为 这是祖宗级的源头 他们都是被同一物质污染的 当然 污染他们的 不过是物癌等 稀薄血物 不可能是真正的浓郁黑血 我以身镇压那个流淌黑暗真血的窟窿 尝试堵住源头 同时也葬掉我自己 众人听到这里 暗自叹息 当年这位先帝 果然值得各族尊敬 纵然那样了 还想着诸天各界的生灵 以身为石 永振污染源头 总的来说 那时的我 看似未死 但却也可以说死了 因为真我被腐蚀 世间再无心怀天下的先帝 多了一个路径急不祥的黑暗尸骸 半沉眠 也算是第一次被杀了 后面的事 久到一便知道了 黑暗先帝与四方道祖 实在太恐怖了 世间无可匹敌者 直到那位横空出世 一个人平掉了所有的邪与乱 至今想来 我是被诡异源头的怪物 过早地盯上了 被逐步暗算 而且 应该不止一个怪物 暗中消磨我 侵蚀我 真是看得起啊 最起码 两位先帝对我出手 不然我怎么可能彻底堕入黑暗 若是没有过早侵蚀 给我足够的时间 我会更强 他们压制不住我 只能说 我时运不济 遇到了诡异最活跃 不祥最猛烈复苏的年代 被污染 最终以身填坑 这个神秘生物颇为感慨 至今还有些不甘呢 既然那个人让你活过来 去找诡异源头的恐怖怪物清算才对 有胆子大的先王忍不住开口 因为实在有些想不明白 这个旧时代的先帝 为什么说 要将他们填进黑窟 你说得对 复活后 自然是要去找暗算我的怪物的麻烦 不踏地骨中不还 所以 我去了 离开了人间 至今不知怎样了 人们听到这里 顿时一愣 这是什么状况 他既然去杀戮晋级的不祥生灵了 为何还在这里说这些话 不知怎样了 神秘生物似乎看出众人心中所想 平淡开口 你们在疑惑 既然我去诡异源头报仇 想找路晋级生物决战 为何还在这里 的确 这是人们心中最大的疑问 他的言行有些不对 真我复苏 在现实中凝聚 连带着昔日的部分黑暗灵魂 部分诡异真灵也活了 就是我 他古井无波 是你 黑暗先帝 人们顿时惊呆了 所有先王都不淡定了 纵然是古青已成为道祖 也是一阵脸色发白 最终 那个最强大的敌人 也跟着回来了 为何没有灭掉他 真我回到现实 并且是大凶人换回来的 自有特殊手段加持 将原本就孱弱的 我展出来 炼化成灰烬 形神俱灭 最终又封在了一个罐子中 说到这里 他看向了五疯子那里 道 嗯 你身上有罐子的碎片 五疯子亥然 他身上有指甲 该那么大的一块瓦罐碎片 竟与这个生灵有关 楚风动容 当年 五疯子的弟子 那个白发女大能 也就是太武天敦的师父 也有一块神秘碎片 不过米粒大小 这都与封印 黑暗怪物的罐子有关 有一天 罐子炸碎了 我想又到了 诡异活跃的年代 不祥的始祖复苏了 所以 有力量干预了这个瓦罐 我也跟着活过来了 至今想来 我算什么 多半是真我故意留下的 我成了预警妾 一旦我复苏 就意味着大劫将至 他会有所感应 将我当成坐标 从室外赶回来 不知他是否真正 踏着地骨复仇了 说来我也很可悲 一直在被人操控着 说我是黑暗先帝 孱弱的残余部分吧 可我有没有彻底堕落 不曾被全面支配 说我回归光明吧 可是心里又不甘 我呢 应该介于 诡异与真我之间吧 随着他自己剖析 人们终于知道 他到底有什么跟脚 处在什么状态 前辈 您曾是心怀天下的先帝啊 那个大雄人赦免了你 便是认可了你 不要再堕入黑暗了 有先王劝阻 然后 这位先王就看到 九道一对他怒目而视 他立刻改口 道 口误 其他先王也相劝 是啊 您的真我 为您留下生机 这是认为 您能够彻底回归 与他站在一起 并最终融为一体 前辈 不要再踏足黑暗领域了 我沉睡很久 偶尔行转 只会看一看 我在这颗星球上做的实验 但也只是千百万年 睁一次眼 原本我的确不想沾因果 不与任何人计较了 但是 你们饶醒了我 若是不将你们填进黑窟中 有点对不起我过去的黑暗身啊 神秘生物叹息 并未改变主意 并且 他又提及一件事 所有人都为之一阵惊悚 就如同上次 有人在魂河大战 一扰动了我 尤其是让我看到了那张脸 我实在忍不住啊 想打他的一巴掌 结果 我残留的灰烬 恢复过来的残体 反倒被他打落 毁去一张人皮 这一刻 无论是楚风 还是九道一 亦或是狗黄与腐尸 都确认了 这个神秘生物 果然在那日出手了 魂河大战时 夜天地模糊的虚影 曾从铜关中显照出来 结果地球这个神秘黑手 曾直接下场 干预那一战 但是 他最后被击退 被干掉人皮 梁子早就结下了 而今天呢 我又看到了谁 又一个和大凶人长得 有点像的人 你们说 我能忍住不拍死他吗 神秘生物 悠悠开口 楚风的脸顿石绿了 这真不关他的事 无妄之灾 他背的这口黑锅 未免太大了 干死他 狗黄是个暴脾气 狗脸沉了下来 嗷嗷叫着 联合诸王 要与他直接死磕到底 既然道理讲不通 那么就决战吧 九到一也准备好了 藏天图横空 流转恐怖的能量波纹 大凶人不是死在了外面 就是 永远也回不了头了 而真我一不在 去踏地骨了 现在我纵然不在先帝领域了 相对过去非常虚弱 但是 一只手磨面你们也足够了 妄想与我对抗 而等会很凄惨 地球上的神秘生物冷漠地回应道 诸王绝望了 遇上当年诸天最强大的黑暗先帝还阳 谁不畏惧 他是数个纪元前 诸是最大的威胁 最强的敌人 若非那位崛起 轰灭了一切 现在还是眼前这个生灵统治诸天呢 各界各族都会被黑暗覆盖 谁能改变这一切 神秘强者冷冷地问道 突然 有声音模糊而虚无缥缈 宛若在数个纪元前 跨越时空传志 不想不念 怎能做到 毕竟 我留下过痕迹 今天 故土有人 在不断思念我 这一刻 在场所有人都听到了 诸王末地抬头 仰望苍穹 那是源自世外的声音吗 像是来自上苍 我踏着地骨回来了 险些迷失在上苍外的世界汪洋中 如今 有人在思念我 在为我指名坐标 当这样微弱的声音 很朦胧地传到众人耳畔 所有人都震撼了 至于地球上的神秘生物 则更是呆住了 若是在不祥的祖地 那里与诸氏隔绝 对真我动念头 也不会被感应到 而现在 真我有绝 这意味着 真我的确踏上了归程 前往诡异所在的恶土复仇 这是何其惊人的壮举 竟有人可以找到那里 而最后 他需要借到上苍回归 他走了怎样的路线 深思的话 让人震撼而心惊 他 踏着地骨回来了 第1620章 先帝献祭地 当年统御诸天的生灵 踏着地骨返城 其真我回归 要在当时显化 所有人都震撼 那绝对是传说中的生灵 法力盖世 修为逆天 居然要活生生出现了 须知 这可是当年敢与那位对决 展开金氏大战的人 他的完整体要回归了 纵然是九道义都觉得 一阵头皮发麻 如同过电似的 他不可避免地想到 昔日那段争容岁月 在那个时代 黑暗先帝是唯一威胁到那位的人 乱天动地 血雨乱 荡起无数的阴魂与道光 大仇得报 他杀了陆晋级的怪物 有人颤声道 这是何其震撼人心的战绩 自古至今 有几人见到过陆晋级先帝 更遑论这个极数的生死搏杀 真我 你果然 视我为坐标 当作无尽血色汪洋世界边缘的微弱灯塔 一切都只为建议你回来 地球上 那个先帝层次的不完全体 代表昔日黑暗的一面 话语带着浓烈的情绪 很不甘心 他觉得 自己有些悲情 能够活着 是因为能够预警 可以当作重要的坐标 不然的话 他当年可能就被彻底斩灭了 不会活到今天 你就是我 我就是你 不分彼此 你多虑了 模糊的声音 从室外传来 即便是那个盖世无敌的生物 也很难隔着无数大世界 隔着血色汪洋 隔着上苍 向诸天传递音信 哼 你终究还没回来呢 在此之前 我要做什么 你干预不了吧 地球上的黑手 淡淡地笑了 你要做什么 狗黄鹤道 在场的人都无比紧张 这个古老的半黑暗化生灵 真要对他们下手了吗 我说了 很想 将你们填进黑库中 当然 更想拍死他 自那颗水蓝色的星球上 探出来一只漆黑的大手 谁都知道 他想拍死楚风 因为 楚魔的面孔 和大凶人有些像 楚风简直是无语凝掖 他招水惹谁了 完全是无妄之灾 同时 在生死关头 他自己也很纳闷 极为好奇 为何这要求 他怎么就会和大凶人掌的相像 这当中 到底有何隐情 那只巨大的黑手 动作不是很快 甚至称得上缓慢 可是却覆盖了整片星空 压抑无比 让周围的群星都在颤抖 要速速坠落了 让星河都将要炸开了 显而易见 地球上的黑手 有某种执念 正常来说 他哪里需要亲自探手 直接就可以抹杀楚风 现在 他不过 是被昔日救援支配 故意给楚风的心灵 造成崩灭般的冲击 动手 九道一段贺 没什么可说的 现在唯有权利一副死战 再来之前 他就做好心理准备了 而且 他还颇为期待与激动 想尝试这藏天图爆开后 是否会召唤到某个人 然而 一声叹息 让整片时空都凝固 所有人动不了 包括那只遮蔽星空的漆黑大手 他一凝固 一动不动 将在原地 都说了 你我一体 我从未利用你当坐标 你复苏 彻底斩进黑暗 由此蜕变 与我归一会更强 狠轻的声音在宇宙中响起 来自室外 微弱几乎不可闻 冰冷的星系 转动的大星 全都静止了 包括先王与盗祖 皆定格在虚空中 时光流速 仿佛被归于灵 众人的思维都停下来了 脑中一片空白 随着那个生灵的话语声 再次响起 诸王的神识才可以转动 能够思考了 这一刻 人们战力 恐惧 这是何其可怕的伟例 昔日就地的真我 不要说回归诸天 事实上 还远未抵达上苍呢 在由无数宇宙组成的 星红汪洋中 他脚下浪花朵朵 大千世界起伏 新生与崩灭 他踏着竹法而动 连先帝 都不能轻易度过的血色汪洋 可想而知多么的可怕 纵然是这样远的距离 他亦可以干预现实事件 简直不可想象 不可能 隔着上苍 隔着际海 你根本无法回归 更不能降临呢 自然也就无法施展伟例 你为什么定住了我 地球上的黑手心惊 他着实有些想不明白 纵然是路径及生物 离开太远 被某些特殊的地狱屏蔽 与挡住后 也不可能这样干预本土 尤其是那季海 对先帝来说 都很容易迷失 危险重重 它广袤无垠 浪花朵朵 皆有毁灭性的物质 世外深渊 血迹过的大界组成 那里 号称先帝献祭之殿 因为 我就是你啊 这是心灵的共鸣 世外 那个模糊的声音传递而至 胡言乱语 一定是你当年留下后手 因此 现在控制了我的肉身 地球的黑手很不甘心 带着怒意 不过 当他刺激到对方 竟真的朦胧地感应到 真我的一些情况 那是对方的经历 四也是他 你 真的杀了先帝级的生物 灭了一位路径层次的怪物 他着实有些难以置信 没有人比他更清楚 所谓的恶土源头 多么地难寻 即便是一个璀璨 进化文明的路径级强者 花费精力找上几个纪元 都不见得能够发现 那片奇异之地 事实上 偶尔找到线索 真要贸然闯进去 多半也是有死无生 不可能再活着走出来了 在那最古老时期 曾发生过惨案 杀了一个 世外的旧地很肯定地告知 他解决过路径层次的怪物 地球上半黑暗化生物 非常震惊 至于其他人 则都只能麻木地听着 当然 此时的猪王 也都无比渴望 想知道整个过程 对恶土源头 对路晋级怪物 对那一战等 希望了解的更多 因为实在太惊世 这些足以撼动整片古史 我虽然找了很久 应该不止一个纪元 但是并未进入恶土 只是大概找到一个区域 守在外面 静待猎杀 世外的声音传来 告知球上的黑手 你没有进去 半黑暗化的生灵精逸 随后又释然 在他看来 纵然找到入口 进去也不过是送死 天知道恶土的源头 究竟有几位路径 及诡异怪物 甚至在他的推测中 应该还有更恐怖的东西才对 在那个地方 如同老鼠洞般 勾连各界 交叉与串联的到处都是 我在外面等着就是了 这就能说得通了 不然他实在有些逆天了 可是 将诡异怪物形容为老鼠 他还真是性格飞扬 将不祥的无敌生物 比喻到了什么程度 真实情况自然不同 那里绝对极尽危险 成为世间最可怕之地 也不为过 人们只需知道 至高生灵进去都要死 便一切皆了然 前辈 您能听到我说话吗 能否告知 去了哪里 九道一突然开口 声音发抖 人们都知道 他所追问的是谁 室外 相隔无尽遥远的旧地 踩着大道竹筏横渡济海 迎击可毁灭 大千世界的浪涛 静一阵出神 隔着无垠的济海 隔着上苍 好比隔着无数古史 隔着数不尽的 净化文明时空 在这种境地下 显身很难 但他还是回应了 我走在他的后面 的确看到许多痕迹 的确看到许多痕迹